他是毫无修为的一宗知子 可自创天外非仙的夜谷主 都得毕恭毕敬地叫他大哥 原来他觉醒了个最强宗门系 只要成功收下一名弟子 便能召唤出诸天强主 男人叫王峰 前世也是一个滋生社主 猝死后来到了仙兰大陆 在这个世界修仙者都是人上人 凡人则注定一身老鼓 而初来乍到的王峰 还没落地就被修仙大佬强行碰磁 这让他意识到自己就是个好机密 不过好在有个金手指 但不幸的是 目前系统毫无用处 只有完成第一个任务才能击 若无法完成则会被强行捕杀 于是他也只能按照要求 在仅有一间茅草屋的情况下 三天内开宗立派并招收一名弟子 就在王峰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胖子来到了宗门前 原来他为了能取上媳妇 特意上山寻求宗门收留 却没有一家可以的 于是便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来到了王峰创建的神仙宗 在看到宗门只有一间茅草屋后 刚准备掉头跑路 却发现腿上多了一个挂件 胖子好奇地询问 你是 在下正是这神仙宗的宗主 王峰事业 我关你祖阁旗 定是万众无一的修炼天才 经过本宗慎重考虑 便将你收为门下弟子 你哥这片三岁小孩呢 还本宗 还门下 就你这还神仙宗 不就有一间破草屋吗 一看你穿的就不像好 但将此之人合来底线 只见王峰一把搂足跑 在长达两分半钟的PUI下 胖子开始逐渐迷失自物 并幻想自己修道成仙 拯救士族少女的画面 于是乐呵呵地交出了全身家党 王峰剑即将完成任务 也是露出了姨母像 可就在要接过不带之时 胖子却死死抓住不给松手 并发出了灵魂讨问 如果我当不成神仙怎么办 还有就是我受不了劫实 你得保证我每餐有大鱼大肉 面对胖子的众多无理要求 王峰想给他一记大笔道 但眼看着实现已得 只能昧着良心大意 胖子文言这才放心松手 就在不带落手之际 系统提示成功激活最强棕门系统 可打开属性面板查看奖励 于是王峰刚准备点开面板 却被胖子一把抱住 宗主你人真好 不仅说我还这么宠物 我妈都没对我这么好 而王峰现在只想查看奖励 在打发完胖子后 便再次打开面板 可看到自己的人物属性 王峰人麻了 他感觉自己就是个三无产品 不过却分别有一次召唤和抽奖机会 召唤则可以召唤出诸天强者 被召唤之人隶属于宗门之下 并可谓宿主教授宗门弟子 听到这王峰想起 刚来到这个大陆石落魄怎样 于是毫不犹豫使用了召唤机会 片刻后 一位白发少年应召而出 这惊人的意象吓坏了胖子 只见他连忙扑进屋内 本想将消息告诉王峰 却发现他正在悠闲地喝茶 于是胖子指着屋外大声说道 宗主哥哥你还有心情喝茶 外面都世界末日了 王峰文言立马兴奋地来到屋外 原来此前的白发少年 正是白云城主叶孤城 可王峰却心存疑 这个修仙世界讲的是修为境界 叶孤城虽是剑法大了 就是不知道在这里能不能打 于是便带着疑惑打开了叶孤城属性面 固执境界的王峰一阵吐槽 叶长老也就只有王侯镜巅峰了 这可把一旁的胖子吓坏 要知道在整个耀日帝国里 王侯镜已经是一等一的强者 王峰见胖子这般反应 也放下心来 果然强者放的都是强者 这时只见叶孤城走到王峰申请 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 在下叶孤城 见过宗主 叶长老 不必多礼 这一举动直接震碎了胖子的三观 他活了这么多年 可从没见过王侯镜强者会给别人行礼 这个宗主究竟是何方神圣 见胖子老实了不少 王峰便询问系统 另一次的抽奖有何用逐 抽奖机会可抽中被召唤者的体质 血脉 修为等 一旦抽到可给宗门弟子使用 或宿主自行使用 王峰文言兴奋不已 这岂不是要原地起飞 快给我抽了 没想到这次竟抽到 叶孤城10%的修为 这是系统提示 请宿主选择自己使用 还是给宗内弟子使用 王峰心想自己到现在还是个凡人 不给自己提升给弟子有毛用 在系统的告知下 叶孤城的10%修为 能让自己提升到入相近初期 但王峰却不知是强势入 于是便询问胖子修仙境界的画文 在胖子的告知下得知 这个世界分为 筑基 玄脉 通灵 玄将 入相 王侯 玄皇 玄尊 玄盛 玄帝等十大境界 王峰虽看不上台第五的入相境 但总比现在凡人情 想到这便直接开始吸收 随着接连突破的金光伤 王峰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 峡谷周围的动静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一旁胖子健壮再次破防 宗主究竟哪来的妖孽 我得抱紧这个大肚 于是连忙朝王峰扑了滚 接着就是一顿猛磕 弟子一定刻苦修炼 绝不辜负宗主的栽培 与此同时 空中一位少女探娘而来 这也成功引起了王峰的注意 一旁叶孤城提醒道 此女应该是修炼者 而且底子和修为都不死 即使同道中人 从我神仙中上方过去 我们理应打个招呼 叶长老 不如你去招呼一声 叶孤城闻言握紧手中长剑 并将其插入地面大喝荡 不知天上的是哪路朋友 还请下来遇见 说法瞬间拔起长剑 只见一阵飓拔地而起 王峰剑撞大惊 江湖儿女打个招呼 都要搞这么大阵仗的吗 女人见此飓风瞬间花容失色 背后脚踏空腑 一个急杀才勉强在飓风前停下 这是一张传单飘在女人眼前 她以为是某种暗器 于是连忙拔出腰间配剑 直接刺向眼前传单 而此时叶孤城打呼 莫要回我终物品 说法缓缓拔出长剑 接着一剑挥出 只见剑气瞬间会在传单之上 直接呼到了女人脸上 女人应声落地 王峰见叶孤城太过粗暴 便吩咐胖子前去打个招呼 胖子捏手捏脚地走到女人身前 这位女上线 你还好吗 叶孤城见状便撤去了传单上的灵力 女人这才如是重负 随后怒骂道 究竟是谁乱丢垃圾 王峰文言淡定上前 这不是垃圾 而是我神仙宗的传单 女人先是看了眼传单 然后又询问道 这里就是神仙宗 没错本人正是神仙宗宗宗宗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一位天才 激发新任务 收满十位弟子 奖励分别召唤和抽奖机会十次 王峰心中大喜 这次竟然奖励这么多 刚刚只收了胖子这个水货 就换来叶孤城这个剑造大宝 如果这次能把女人收为弟子的话 岂不是要螺旋起飞 于是便询问女人 年轻人我关你骨骼惊奇 是万中无一的修炼天才 本宗经过慎重考虑 还没收完王峰便心虚了起 毕竟女人能欲坤飞行 想必实力也不足 这种套路对付胖子还行 对她肯定是起不了作用的 谁料女人却说道 传单上说神仙宗正在收徒 你看我成吗 她是毫无修为的一宗之主 可天才少女却抢着败入宗门 这也让王峰喜出望外 她没想到天上掉馅饼这种好事 竟能落到自己头上 但系统却告知她 若对方未交入门费 便不算收徒成功 迫于无奈王峰只能伸手讨要 虽然你有意加入宗门 但神仙宗的规矩你必须得守 那么请交出身上所有的钱当入门费 可女人却使出了展男秘籍 撒娇大反 宗祖哥哥 我出门急 身上没带钱 你看以后再补上行不行 此招一出 就算是手速高达250的王峰 也难以招架 奈何这是系统强制要求 于是便想出言拒绝 可谁料女人身后突然出现一众强者 小美人 你怎么不跑了 本猴也可当提起点性质 你父亲都保不了你 这几个两条腿的猴子 又能帮着了你什么 女人为言立马躲至王峰身后 凌云你少在那得意 我现在可是神仙宗门下弟子 在我们宗主面前 岂容你在心里灭人性之举 此时凌云却仰天大笑 就凭几只猴子 要知道本猴也养的狗奴菜们 皆已达到悬降镜修为 女人为言吓得瑟瑟发抖 这事王峰心想 本以为是天上掉线笔 哪知道自己才是人家的线笔 看来这次收徒有点悬呢 可接下来胖子打破了平静 小师妹 你不必害怕 区区悬降镜而已 咱们宗主一根手指就能摁死他们 小弟们听得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马冲过来生死了胖子 这个死胖子就知道给老子惹事 虽说我比他们高一个境界 但奈何我没实战经验了 万一出手落败 岂不是影响我收徒大业 于是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女人却立马先斩后奏 谢宗主出手搭救 王峰见识已至此只能作罢 你放心有本宗在此无人能欺负你 不过他好像一直忘了叶孤城的存在 此时凌云显然已经不耐烦了 你们几个在耍什么猴戏呢 都给我去弄死他压的 说罢几名小弟直接朝王峰报射而来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王峰却发现他们的动作极其缓慢 随手就掰弯了坦来的大刀 看来在这个修仙世界 境界大意急压死人是真的 本来想把他们练练神 但在弟子面前 若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 岂不是太丢人了 于是立马大喝 叶孤城 叶孤城闻言直接拔出飞红 仅仅只用了2.5秒 就将小弟们尽数斩杀 并将飞红架在了凌云脖子上 一旁女人大为震惊 要知道即使是玄将境 在整个要日帝国 都算得上中等以上的存在 她能够一招秒杀五名玄将 恐怕已经达到王侯境 而另一边 凌云早已冷汗直流 难道只能使用这一招了吗 只见其双手抱拳 前 前辈 晚辈凌云有眼不识泰山 请放晚辈一门 此番离去定让我爹长陵侯 为您背上一份厚礼 然而王丰却毫不在意 管你长陵侯还是短陵侯 只要赶来本宗照灭服务 一旁女人听闻长陵侯四字 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长陵侯府拥有庞大势力 侯业林天雄不仅拥有王侯境修为 而且还掌管一只五百人的长陵军 其中不乏修为颇高的军长 实力足以媲美一些中等宗门 所以他们可以为非做的 把我迫害而我也只能投 然而这个神仙宗的宗主 却不把长陵侯府放在眼里 说不定他真的可以为我复仇 王丰也被其突然一跪惊到 于是连忙询问 你怎么了 为何突然行如此大努 宗主 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避灾 才加入的神仙宗 不过现在我确信 宗主定能替凌家主持公道 王丰文言很是好奇 你和凌云究竟有何仇怨 弟子在一次外出历练中 遇到了长陵侯府的小侯爷凌云 谁料他觊觎弟子每次 必要欺辱却被弟子侥幸逃脱 本以为此事就此过去 可推开家门后 才发现凌云竟带着长陵府强者 屠入了我凌家上下几百筒子 在父亲的拼死眼不醒 才有机会逃离虎口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若能亲手报仇 今日过后弟子定为宗主倾尽所有 你放心 不管你是不是本宗门下 这件事本宗都要伸张一番 他是毫无修为的废语宗主 可他却能一秒达到入相机 就连叱咤风云的叶鼓掌 都得乖乖地当他小兵 只因男人觉醒了个最强风能系统 只要不断收拖 就能召唤诸天强者 还可抽奖 获得无上修为 就在刚刚 王峰答应小五定为他主持功能 然而被擒迫的凌云却不再老实 只见他将手处进土里 随后掀起一阵尘土 从而借机逃跑 王峰看着即将逃跑的凌云 不但不慌张反而吐槽起来 漫画里的反派这时候 不应该投铁反抗 或者直接跪地求饶的吗 这家伙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他看着一旁担心的小五 连忙安慰道 你放心吧 有叶长老在他是逃不掉的 随着王峰的一声令下 只见叶孤城缓缓拔出飞火 踏实浑身溢出白色能量 周围众人纷纷悬于空中 这时王峰心中暗自不爽 怎么小叶每次出手 都非得搞这么大的阵挡 下次非得好好说说吧 另一边 随着叶孤城的高高跃起 瞬间来到了凌云头顶 一招天外飞仙顺势劈下 只见一道白色能量直逼凌云昆头 伴随着一阵阵惨叫 飞红剑顺势入枪 凌云和他的小弟们应声倒地 就在他倒地的同时 一枚玉佩从他胸前飞出 小五见状心头一铲 连忙跑过去接住玉佩 而凌云已如死狗般躺倒在地 按宗主的意思 凌公子已经留下了 这时小五惊讶不已 他是觉得叶孤城强 但没料到竟然能这么强 特别是刚刚那招天外飞仙 即使是长灵侯清灵 恐怕也无法全身而退了 神仙宗有如此人物作为长老 按理说早该名扬天下 为何我竟完全没听过 就在这时 王宗打断了他的狭想 我知道你刚刚说想加入神仙宗 只是为了自保一时无奈之举 但本宗却真心想收你为毒 不过念在我宗门乃已是大宗 你可以在熟悉之后再做定谱 看着小五满脸兴奋的样子 王宗不自觉地得意起来 嗨嗨嗨我不愧是当红漫画家 情节火候拿捏的那叫一个炉火纯青 这时小五双手递过一枚玉佩 这枚玉佩乃是邻家祖传之物 今日承蒙宗主大恩为我复仇 我愿以他当我的入门祟 王宗看着玉佩心想 也不知道系统认不认 不过事事也没损失 可下一秒 王宗又蒙圈起来 小五怎么突然脸红啊 原来这枚玉佩对他极其重量 是他父亲传给他的 用来以后做定情信物用的 年幼的他觉得 这是祖传玉佩 自己定不会拿他送的 可谁料 今天他却亲手将玉佩送给了王丰 在收徒小五后 王丰也是获得了系统奖励 分别一次召唤和抽奖机会 随后王丰拍了拍小五肩膀 现在你已是神仙宗弟子 你的仇便是宗门的仇 你可以先取个利息 小五闻眼眼眸瞬间充满杀意 只见他捡起地上树枝 缓缓走向如死狗般的鲫鱼 灭族之仇 如血海般深沉 此仇不抱我枉为凌家大小姐 发直接刺穿了凌鱼胸口 凌鱼你夺我祖传玉佩戏弄于我 可曾想过今日 高高在上 以为有着强大后盾便可支手遮天 可曾想过今日 小五凶残的样子 吓坏了一旁的胖子 宗主 小师妹他 也罢 就让他宣泄宣泄吧 父亲 小五今天亲手为你复仇了 您在下面可以明末 与此同时 系统提示 恭喜内门弟子林飞舞 击杀悬将近强者 获得三百点宗门值 看似人畜无害的胖子 没想到竟然是个绝顶妖孽 可小五却连顶尖天骄都排不上 就在他亲手为父报仇后 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多谢宗主与夜长老祝小五抱此血仇 从今以后 小五生是神仙宗之人 死亦是神仙宗之魂 本宗只是给你的修炼平台罢 至于能否成为真正的强者 终究还是要靠你自己 说罢王丰便扶起小五 但你记得 我神仙宗无惧任何人 既有血仇 哪怕是天大之人 也必杀之而后快 小五文言一阵愣神 眼澡泪水缓缓流出 我并不辜负宗主栽培 此时王丰心里别提多美了 我不愧是当红漫画家 对人心的把控简直是完美 但现在把大话吹出去 到时候拿什么叫人家呢 他可不像胖子那种棒拳 随随便便扯个一年入想 就会上当受骗 就在这时 夜长老挺身而出 你修得可是剑道 小五文言立马拱手 是的 夜长老 你可愿拜我为师 王丰健壮连忙起步 夜长老主动收徒 可比石头开花还难 你这傻丫头还愣着干什么 小五文言秒懂 立马跪地行礼 弟子拜剑师尊 你的剑是不错 但传授你剑法之前 要先处理你被追猎石兽的内伤 赶紧起来吧 随我先去疗伤 此刻王丰也很是欣慰 本来宗门就自己一个孤家寡人 现在不仅有了业护法 又有了林飞武这种天资聪慧的弟子 关键还不用自己教 真是太爽了 然而一旁的胖子却难过了情 小师妹比我晚入门 都能拜入夜长老这种强者之心 我身为大师兄 岂能让小师妹比下去 于是立马撇向一旁的王丰 宗主 不知接下来你对我有何安排 王丰则是拍了拍胖子的肚体 你瞧瞧你这身子 该减减肥了 去吧 把茅草屋周围收拾一下 顺便扫干净一些 这可是我神仙宗的脸片 胖子文言心如死灰 但也只能照顾 只见他一边薅着杂草 一边埋怨的 招揽前说的天花乱坠 把我夸得跟倒似的 结果小师妹一来 我就变成醉 然而另一点 王丰正美滋滋地查看奖励 上次收胖子就能抽出夜不成 这次收了小五不知能抽出什么大楼 可在看到长老上线才五个 王丰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 决定先留着日后再抽 这时见面下方的宗门值 引起了他的注意 于是连忙询问系统这有何作用 在系统的告知下得知 宗门值不仅可以兑换抽奖机会 还可以用来升级系统 随着系统的等级提升 可让宿主召唤出更强的强者和法宝 以及容纳更多的弟子等等 王丰听的眼睛都直了 那宗门值获取有哪些方式 宗门值获取有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 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 第二 击杀来犯之敌 第三 招收顶尖天骄入宗 听到这里王丰纳闷不已 小五能在十八九岁修炼到通灵境巅峰 怎么这也算是一个顶尖天骄吧 那他加入宗门为何没增加宗门值 可没想到的是 小五在系统的评判前 竟未能达到顶尖天骄行列 出于好奇王丰便询问起自己的天赋 然而系统给出的判定也比较重看 可当他询问起胖子的资质时 系统却提示探查胖子资质 需要花费一百点宗门值 王丰文言暗自吐槽道 这你妈也太废了 探查一个凡人 都要一百点宗门值 但出于太好奇 他便点击了查探案 此系统给出的判定 直接惊呆了王丰 胖子竟未列绝顶妖孽行列 我靠 就这活 也能未列绝顶妖孽 他是好吃懒做的废物 却深具世间顶级特殊体制 与天同兽与地平齐 甚至拥有天下最强防御 就在王丰探查完胖子资质后 竟发现他能未列绝顶妖孽行列 可把他吓坏了 就这玩意能未列绝顶妖孽 但系统却极其肯定 胖子身怀玄灵归仙之体 只是尚未激活而已 此时王丰很是不解 这玄灵归仙之体又是什么 在系统的告知下得知 玄灵归仙之体乃世间顶级特殊体制 拥有绝对防御以及绝对寿命 只要不受到致命伤害 便能永垂不行 更可怕的是 其身自带的防御力 哪怕天地破碎亦能逍遥自在 王丰文言直接目瞪口呆 这个死胖子竟拥有如此逆天体制 岂不是他只要将此体修炼至大成 就能不死不灭了 于是王丰变下决心 定要将胖子培养起来 到时候打架当个肉盾岂不是很香 但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激活胖子的玄灵归仙体 另一边不知所以的胖子 正在一旁自恋起来 在他眼里自己就是 这仙蓝大陆最帅最强的男人 这一极度不要脸的操作 惹得系统都很想揍他 然而激活玄灵归仙之体的办法 就是要不断挨揍 王丰文言惊讶无比 什么玩意 挨揍 龟仙之体需要源源不断的挨打 只有这样才能刺激体内血脉 使其彻底觉醒 此话一出 可把王丰乐坏了 他本来还想要去寻什么天才领宝 没想到只要挨打就行 这个还不简单 到时候安排小五只要不打死他 以其自带的仙体 应该能很快恢复 此刻胖子顿感一丝含义 还不等他多想 只见一道白色能量爆射而出 吓得他立马抱紧王丰大脑 宗主 你看天上气悬是怎么回事 王丰其实也不明所以 于是便询问系统发生了何事 原来这天地一响 是小五即将突破悬降即引发的争扎 这让他也十分惊恶 没想到叶孤城帮小五疗伤 竟然还让他突破了 于是他便告诉胖子 这一项是你师妹即将突破的争扎 胖子文言犹如晴天霹雳 师妹一入神仙宗 不仅拜的绝顶强者叶孤城为师 现在不到一日又突破了修为 反倒是自己 依旧是个凡人 再这样下去 怕是就连大师兄的身份都要不保了 王丰健壮则掐了一下胖子 你无需取算 明日本宗便教你修炼 假以十日超过你师妹 也不是不可能的 但前提是只要你能承受得住 胖子文言拍着胸脯保证 多谢宗主 放心我定能扛得住了 本宗也相信 你的身体定能扛住 而且本宗也很期待 将来你突破悬降镜时 会不会引发更大的动静 殊不知 小五突破的动静 竟被刚苏醒的魔修盯上 结结结 没想到本魔沉眠树白子 一朝苏醒 便能够得到一个悬降镜口粮 真是期待 成为本魔的口粮 也是你的荣幸 罢便一个剑步暴射而出 竟直飞向小五突破之地 是雄霸一方的悬煞大魔 却被毫无修为的胖子无情嘲讽 可大魔却不敢杀他 不是因为他有多牛逼 而是怕脏了自己的手 原来正是小五突破时的意想 吸引了刚刚苏醒的大魔 由于急需恢复实力 便向神仙宗暴射而来 另一边 随着意想不断的回缩 小五成功突破到了悬降镜 王峰也顺势获得了一千点宗门值 同时他的心里也一阵窃喜 这小妮子不愧是天才 才入门一天 就和我仅差一个境界 还好我有戏顶在 不然被他追上了 我的老脸渴望哪放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小五连忙拱手道谢 多谢宗主 给了我这个机会 这可把一旁胖子极度坏了 须须悬降镜算个啥 等我这个当师兄的一年入行 那才叫烈 而王峰则顺水推周到 以后好好跟随在叶长老身旁 未来本宗希望 能将神仙中之名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 大魔已经来到王峰身后 节节节 本以为只有一个悬降镜口 没想到还有几只蝼蚁 倒也勉强能下头 王峰闻言立马换出系统 并花费一百宗门值探查 其完整能力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残 此人给我如此之大的压力 甚至觉得叶孤城 都不一定能够战胜死 因此还是知道全面点比较好 很快系统便告知王峰 此人乃千年前 霍乱耀日帝国的玄煞大魔 其修为已达到玄黄境巅峰 后应被耀日帝国大地封印 目前处于刚刚破风状态 修为仅有王侯境巅峰 王峰闻言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不是巅峰状态 不然光平叶孤城哪能顶得住 谁料身旁胖子却叫嚣起来 你是何人 竟然敢犯我神仙宗 还不速速滚台 否则我神仙宗业长老 定让你死无葬生之地 大魔看着寒酸的茅草屋 心中极其不屑 神仙宗 什么疙瘩里跑出来的宗门 本魔听都没听过 还有你这个胖子 更是贤命长 别敢对本大魔出言不逊 王峰健壮不禁敢叹 没想到胖子竟然有如此胖 以一介凡人之身 怒骂王侯境巅峰的强者 一旁小五连忙提醒 师兄 此人气息不比是尊弱 至少也是王侯境修为 大魔剑来了个识货的 直接大笑了起来 你这小逆子倒还蛮有眼光 而且宗主说了 一年入想 三年玄黄 捏死他也就是一根手指的事 小小蝼蚁 别敢跑到神仙宗撒野 真是小乌龟跳悬崖 不知死活 此话一出 竟然还真把大魔唬到 只见他看着王峰很是不解 虽然感觉他有些修为 但也不至于这么夸张吧 然而此刻的王峰 心中满满的无奈 现在我总算能明白 为什么胖子会有 玄灵归仙之体 真是太肯定能做死了 反应过来的大魔当即怒喝倒 就没人出来管管这傻圈 杀套我都嫌弄脏了自己的手 赶紧出来一个人 和我过过招 王峰文言则对叶孤城适应 你先拖住他 一会我定让他有来无悔 说罢便使用了第二次召唤机 苏战的叶孤城 只用一剑便斩碎了袭来的煞气 谁要众多煞气又从他背后写 当他反应过来之时 已被煞气牢牢困住 本以为你说的叶长老有多女 结果还不是手道琴啊 小五剑师尊被困心急不已 宗祖你快失手救救师傅 你未免也太想瞧你的师傅 区区魔爪又怎能擒得住叶孤城 话音刚落 只见一束剑气 直接洞穿了束缚 朝大魔暴射而去 即便他用全力抵挡 但还是被剑气贯穿了手掌 人也被击落到了地面 他看着缓缓逼近的叶孤城 心中感叹道 这山沟沟里 竟然还隐藏着一尊王侯境强者 而且这剑法未免也太炉火纯青了 他是自带BGM的 也是叶孤城的一生之敌 剔手无形剑耍的堪称逆绝 就算是面对悬刹大魔 也可以一见敏之 就在刚刚 大魔被叶孤城击落在地 此时他也并不准备藏住 只见其周身煞气肆意 势必要找回些场 可这时 胖子又跑出来做妖 只见他指着大魔就是一顿狂奔 打不过就想跑是吧 哪有这种好事 除非你从我胯下钻过去 不然休想完好无损的跑路 此话一出 直接给大魔干红温了 死胖子 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我这是要施展绝招 你再瞎避避幸不幸 还不等他说完 黄峰一拳就怼在了胖子脸上 事后胖子一脸无辜 宗主 你揍我干嘛 我看你脸上有蚊子 其实心里想的是 这个死胖子太欠揍了 都差点忘记了他是我们这边的 而此时大魔看着手中的伤疤 调侃起了叶孤城 破风之后 你是第一个能彻底激起我食欲的人 为了表示对你的尊重 我决定将亲手撕碎你 说罢只见一只巨大血色手艺 已来到叶孤城头顶 地旁小武见状十分担心 可他却不慌不忙 顺势将飞红悬于胸前 随后一朝天外飞仙迎面而去 两者触碰之际 狂风四起地动山摇 伴随着轰隆轰隆的炸响声 整座山谷都被移为了平地 但神仙宗的茅草屋 却依旧坚挺如初 虽然大魔放出了绝招 可叶孤城依旧完好如初 此时他开始担心起来 叶孤城实力只逊色我几岁 若我尽全力出手 固然有把握将其击杀 但那个老家伙 必然能察觉到我已经破坏 那时我便只能逃亡了 于是便决定先苟一波 等实力恢复再来一战 叶孤城闻言顺势收起了飞虎 不好意思 你今天踏实走不了了 我拖住你的目的已然达到 就在他说话之际 天空突然降下了鹅毛大雪 王峰健壮甚是大喜 这是天地一响 看来他要来了 此时大魔一脸懵圈 谁 你说的是谁 叶孤城闻言回答 本来我不知道 但此刻我的剑告诉我 他便是我的一生之敌 西门飘雪 大魔闻言慌张不已 本来一个叶孤城 就已经让人头大了 现在又来了一个不逊色他的强者 看来今天多半是要GG了 于是便撒腿就跑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然而西门飘雪哪能放过他 只见他双指凝气 接着随手挥出 大魔脖子瞬间爆开 他看着其二指凝出的无形剑 震惊的同时也万分好奇 无依无形的剑 光凭凝聚的剑势便可杀人 这到底是什么剑法 然而西门飘雪只淡淡地回了剧 我也就随意回了一剑 算不上什么剑法 更不值得费心取名 那是剑仙叶孤城 另一个是剑神西门飘雪 两人本是宿命之敌 却都甘愿败在一个废物门下 就连曾傲视当界的玄叉大魔 都没能幸免 就在西门飘雪将大魔击伤后 一旁王峰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次竟然把叶孤城 一生唯一的对手给召唤了出来 虽说两人都达到了心中为剑的地步 但按理说 叶孤城应该比西门飘雪强吧 可系统却告知他 此次召唤出的西门飘雪 乃是紫禁之巅绝战后 那时的他剑道已然大成 已经达到心中无剑 天地万物皆可为剑的境界 自然要比叶孤城强上一些 王峰文言恍然大悟 若是如此的话 那便情有可原了 如今神仙宗也有玄皇进高手作战 用不了多久定能做大做强 然而此时叶孤城手握飞舞 指着西门飘雪道 没想到紫禁一战后 我们竟然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他也明白叶孤城想与自己分出圣物 于是便轻轻推开了长剑 此时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等你突破至玄皇在一战 随后便向王峰抱拳行礼 西门见过宗主 姗姗来迟还请物贯 与此同时 只见大魔艰难地爬了起来 这时的他心慌不已 若是这位叶长老出手 我尚有一定把握全身而退 若是这位西门长老 也能有一线生机 可若是这位神秘的宗主出手 那我则必死无疑 虽说他看着只有入相修为 但是玄皇进强者对他都如此恭敬 实力肯定恐怖如斯 既然本魔金玉注定要陨落至此 那一定要拉个垫背的 说罢便直接朝胖子攻来 胖子健壮吓得哇哇大哭 你妹的不讲武德 刚刚还说杀我会脏了你的手 结果打不过就来捏我这个软柿子 幸好叶孤城及时出手 就吓了胖子 可他还是受了点杀 遇到这种不要命 我这种天才还真可能夭着 看来以后不能那么漂亮 就在这时 西门飘雪双指名气成剑 随后便抵在了大魔脑后 宗主 此人该如何处置 王峰文言伸出了两个手指 本宗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交出身上全部家当 加入我神仙宗 要么则拿你当肥料 来滋养山头的花花草草 之所以这么做 王峰想的是若是能把他忽悠来 就能赚取招收强者的宗门值 若是以后他再行了 届时再杀他也不迟 大魔文言立马怒火 魔可杀 绝不可辱 可这时胖子又来捣乱 宗主 他选择第二条路 待会我定亲手把他买了 再在他坟头浇点35度白开水 保证让我神仙宗的花花草草 惺惺像目 此言一出 可把王峰气坏了 怎么哪都有你 之后我一定要帮你练成龟仙之体 谁要刚说完 胖子就又挨了一拳 只见他无辜地看着小五 师妹 你为什么要打我 师兄我见你脸上有蚊子 为什么这些蚊子 专吸我的血 莫非就连他们都知道 我身上流淌着的是天才之血 此时大魔被气得恨不得 立马生死了胖子 然而王峰却咧嘴一笑 本宗知道你心高气傲 不如这样 你先加入一年 若一年后你想反悟 到时你随时可以离开 大魔文言愣神片刻 本以为他会反抗 可谁料他竟交出了全部家党 结果前代的王峰不经吐槽 嘴那么硬 可身体却蛮诚实的嘛 就在这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招收玄叉大魔成功 奖励一万点宗门值 以及随机召唤机会一次 王峰健壮大喜 没想到招收大魔奖励这么丰厚 看来以后若有机会 还是得多多招收强者呀 他明明是个废物宗族 可学是强者们却都抢 败入门下 就连昔日破旧的毛草屋 如今摇身一变都成了仙气飘飘的豪宅 更是即将迎来天下第一角色 就在王峰收服大魔后 也是如愿拿到了丰厚奖励 此时他心中暗响 如今奖励已经到手 若他当真是危害人间的大魔 现在将其除掉也并非不可 于是便出言试探 方才听你说的口粮究竟是合一 大魔文言咬了咬牙 过于无奈只能道出事情 这也就是我的一个癖好 只是过过嘴瘾恐吓恐吓别人 倒不是真的吃 王峰听完瞬间呆住 接着便询问系统大魔所说可是实话 在得到肯定答复后 也是一脸无奈 随后在两人一番对视后 孙孙的怀鬼开的笑出了声 王峰不禁暗自吐槽 罚蛋你好歹是堂堂一尊大魔呀 更是曾叱咤风云的玄黄镜巅峰强者 还需要去恐吓别人来满足自己 这你马是得有多骚的人 才能做出这种事情了 而大魔想的却是 奶奶的要不是怕你 对吃口粮这种事反感 直接将我击杀 我肯定打死也不会说出真相 然而一旁小五和胖子 看到的却是另一副景象 三言两语便让玄刹大魔这等强者 心甘情愿地加入神仙宗 宗主的手段果真恐怖如斯 就在这时 王峰突然转身走向草屋 好了都别在外面发呆了 赶紧跟我走吧 我带你们去神仙宗真正的筑地 此话一出 胖子小五纷纷期待不如 我就知道神仙宗的筑地 不可能仅仅是一间草屋 而大魔也立马释怀 没想到我竟招惹了一个上古影视大宗 否则就这么一个茅草屋的宗门 怎么可能出现玄黄以及王侯这等的强者 我倒要看看这个所谓的神仙宗 究竟是何等的影视大宗 在众人进入草屋后 本就狭小的空间 立马显得拥挤不已 随后王峰掏出了一枚令牌 并大喝道 开 只见令牌缓缓悬在空中 再发出一阵巨响后 形成了一道灰红的金色大门 众人见状纷纷扎舌 大魔更是差点惊掉下巴 这究竟是什么宗门 其筑地竟在秘境之中 要知道能够将筑地设置在其中的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影视大宗 然而秘境在仙兰大陆中极为稀有 每一次出现都必将掀起新宗血液 因为只有旋地竞以上的强者 才能够开辟出秘境 其中更是有诸多大能留下的宝物 没想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宗门 竟然直接占据了一整个秘境 这就代表着 神仙宗至少都是旋地竞强者所创 也代表着神仙宗拥有旋地竞传承 若是本魔能够得到 那我岂不是要起飞的节奏 当众人踏入秘境口 再次被惊掉下来 其他人也纷纷露出欣喜之色 来到大殿门前后 王宗便转身道 这些阁楼你们可以随意挑选 但一些禁地莫要擅长 在安门中 自己就推开了大门 定入眼帘的是诸多威严的始祖 而在其中心的正是宗主宝座 王宗在落座后 心中暗自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 我要这大殿之中都站满旋地竞强者 说罢便换出戏的 用出了刚获得的随机召唤机会 没想到这次竟然抽中了一个妹子 而且还是号称世间第一角色的姚岳 她是移花宫第一美 也是女子中的顶尖高手 如今却要对个废物为命侍从 原来就在异行人 来到神仙宗真正的驻地后 王宗便使用了刚获得的召唤机会 没想到这次意外的好运 竟随机召唤出了世间第一角色 移花宫公主姚岳 于是王丰立马查看其他的属性恋感 经系统介绍 姚岳乃是某龙武侠小说人物 移花宫的大公主 武功与美貌当时第一 更是能与天下第一神剑 念南天不相伯仲 修为也是达到了玄黄晋初期 一手名玉宫移花接玉爽飞起 王丰见状不由感慨 这么看来 真不愧是小月与花猛圈中的女子第一高手 果然强淡 就在这时 只见石板上落下众多冰花 王丰循迹抬头看去 先是一只玉角缓缓踏出 接着一副冷颜浮现 最后全身而出之时 其傲人的身材修长的大土 直接给王丰看呆了 这就是世间第一角色 前世即便我画断手 估计也画不出她的美了 姚悦落地后 第一时间便向王丰行起了礼 姚悦见过宗主 此时王丰心里暗说 能让武林第一角色对我低下头 这种感觉也太爽了 但嘴上却说着 无序多礼 以后你便随时本丰身旁吧 姚悦文言立马应道 是宗主 说罢便落作在石椅之上 可其自身散出的寒气 让王丰借小身板 王丰不禁吐槽 这女人修炼的名誉功也太恐怖 哪怕她不刻意运功 我和她待在一起都快被冻僵了 姚悦在离开大店铺 便随意钻进了一处客房 恰巧在她进去后 大魔就从隔壁推门而出 嘴里还不停念叨 真是奇怪 这神仙宗不是上古影视大宗吗 怎么这那几个强者 其他强者呢 难不成这神仙宗 只是个须有其表的空架 说罢便准备踹门看看房间有人没 谁料脚刚接近门 一阵寒气迎面吹来 还不等大魔反应 奇小就成了一个大兵锥子 他也顺势占了大地一个便宜 缓过神后 他透过门缝看去 只见一位妖娆的女人 扶坐在沙发之上 嘴里阴冷地说道 若是再敢擅走 只有一个下场 那就是死 大魔听完瞬间退至屋旁 此时他已被吓出了冷汗 又 又一尊玄黄敬强者 看来神仙宗的大脑 一个个都沉眠了 这位怕也是被我打扰后才苏醒的 我此前一个个探查那些阁龙 简直是在找死 我堂堂悬插大魔 怎么一出事 就一直被人按在地上捶 还真泥满憋屈 不过能抱上大腿 也是本魔的本事 别人想抱还没这个机会呢 看似小鸟一人的小五 没想到也是一个暴力狂 这可苦了肥猪猪的胖子 就在众人落住神仙宗后 次日一早 小五便来到了胖子屋外 看着满脸愁容的他 胖子不禁流出了一丝冷气 于是便好奇地询问 不知师妹这一大早地找我何事 还不等他反应 小五的手已经扶住了胖子的脸颊 师兄得罪了 说罢就是一记大抵斗 只听一声巨响 胖子直接倒飞了出去 随着他的落地 整栋楼层都在为之颤抖 看着倒地不起的胖子 小五刚想上前查看 可他却又立马坐了起来 接着不可置信地看着小五 师妹 你这是要干啥 可小五却极其震惊 心想宗主果然没有骗我 师兄果真拥有可怕的体质 刚才那一击 我可是使用了 悬降镜十分之一的力量 但师兄可是一个凡人 竟还能完好无损地站起身来 于是无奈地表示 师兄 小五这也是为了你好 你答我居然还说为了我好 师妹就你这架势 尊明是基于我神仙宗大师兄之位 想杀师兄夺位 小五文言也是说出了实情 师兄是你想多了 是宗主让我与你对练的 他还特别嘱咐我 只要不把你打死 怎么打都行 因为宗主说你有绝世神体 得知此事的胖子惊讶不已 尊都贾东 绝世体质 我自己怎么不知道 师妹你就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我哪里没做好得罪了宗主 师兄 你可真爱说小 你真的有绝世体质 那你 难不成我真是绝世天才 也不对啊 绝世天才不应该 修炼如喝水般轻松随意吗 可我怎么还是个凡人 小五文言解释 那是因为你的体质还没有激活 胖子听完迫不及待地追问 怎么激活 谁要下一秒 就被小五一记非踢正中面门 很简单就是被打 不曾想这一脚竟有整容效 直接将胖子踢出了卡兰兹大爷 此时胖子连忙求饶 师妹师妹秀斗麻袋 要不还是宗主来可好 然而小五却俏皮地回答 宗主就是怕不小心一掌将你胎死 所以让我先来锤炼锤炼 看着小五灵气环绕的手刀 他吓得差点就要尿了出来 而此刻的王峰 听着阁楼发出阵阵杀猪般的惨将 心中也是不由感慨 有此等倾尽全力帮助师兄的好师妹 胖子必能激活体质成就绝世天才 若不是顾虑宗主的形象 我还真想亲自动手 将他给奏成玄灵归仙之体 本是一个麻瓜宗主 但却能一夜入相境 甚至三位顶级强者都抢得败入文化 如今更是迎来屌丝密洗 不仅修为又连跳了数级 还学会了坐下三位长老的成名绝技 叶孤城的天外飞仙 西门飘雪的华光剑堡 摇跃仙子的名誉弓 且看王峰如何站在世界之巅 俯看那些犹如蝼蚁的众生 然而他不知的是 已经有人盯上了他 此刻云雾缠绕的灵霄风上 耸立着诸多高大楼阁 主殿牌匾之上 赫然标着凌云宗四个大字 大殿之内虽聚集着多人 但氛围却如死寂一般 身为宗主的陈锋更是满脸愁容 这时大长老邱万峰表示 如今宗魔大会即将开启 而我们的麻瓜少主陈兴 短期内却无法突破到悬降界 这一次怕是风魔榜 又要与我们凌云宗无缘了 宗主你再看看这些老家伙 再这样下去 我们宗门就要成养老院了 可陈锋却不以为人 表示这次风魔大会至关重要 说什么也要想办法争一整 而风魔榜更是关系到 能否加入药日学院 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但邱万峰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此次那位大人特地吩咐 这届风魔大会 仅能由年轻一辈弟子出战 可宗内只有少主达到了通灵境巅峰 若是让他上岂不是白给了 到时宗门颜面王满阁 此话一出 大殿内叹气声绵延不绝 就在众人沉默之际 陈锋突然灵机一动 想着既然宗内的人指望不上 不如来一手草船借鉴 于是连忙询问 最近新耀山脉外围 可发生过什么起事 邱万峰闻言辅着 无须回答 前段时间 要封城林家被长林侯府灭门 只有林家小姐逃了出去 据说被小侯爷一直追杀至山脉外围 然后就没了下文 此时陈锋虽然惋惜 但林家之事毕竟涉及到了要日帝国高层 而那林家小姐现在就是一个温室 我们也断不可与之牵扯上 这时邱万峰又提起了一件怪事 据弟子来报 昨日在山脉外围的一处山谷中 曾传出一道悬降镜的气息 可能是刚刚突破了 陈锋得之后 毕马从座椅上跳了下来 如果如你所说 莫非是有年轻一辈的散修 在山脉外围寻得机缘 从而突破到了悬降镜 当时那位弟子不敢靠近查看 只是远远地感受到这一股气息 还不能确定 此时陈锋瞬间喜出望外 若是得此少年天才 代替我宗参加风魔大会 想必定能夺得名次 然而邱万峰却担心 若是那少年已有宗门 又该如何 若是大宗弟子那便罢了 若是小宗弟子 那就先灭了他的宗门 然后再将他彻底留在我林林宗 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结结结 与此同时 硕大的神仙宗内 王峰正在用一万宗门值 兑换了一次十连抽 伴随一具原神启动 无数系统奖励围绕在其周身 随后他毫不犹豫地将 所有修为和玄机 灌输到了自己身上 片刻后 只见无数光球涌入了他的体内 此时他再也不是任人拿捏的菜籍了 而真正成为了整个神仙宗的牌面 他本是公认的垃圾宗族 和顶级大佬们都抢着败入门下 如今 并是一跃成了当界最强 原来他拥有个最强宗门系 只要不断收睹 就能召唤诸天神木 躺着就能变强 这种什么体验 然而就在今天 神仙宗迎来了不速之客 碰命而来的邱万峰 在看见其宗门牌匾后 神情之中尽是不屑 这什么狗屁宗门 还敢妄称神仙二子 我凌云宗可是星耀山脉外围最大宗门 都不敢这么讲 关键还以茅草屋为宗门注定 真是狗见了都摇头 谁让他话音刚落 只见草屋墙壁轰然倒塌 伴随而来的是一只巨大血泉 还不等他反应 人就和血泉来得次亲力互动 由于承受不住这份爱意 邱万峰直接把头害羞地埋进了墙里 这突如其来的屈辱 让从小就在宗门横着走的 他暴怒不已 于是连忙狗废起来 萧小之徒竟敢偷袭老夫 要知道我可是凌云宗的大长老 你们要是敢再揍我 我的宗门定让你们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然而就在他狗废之际 王峰和大魔已走到他的身前 此时大魔兴奋不已 心想总算来了的冤大头 能让自己撒撒气了 而王峰则一脸阴沉 什么狗屁凌云宗 压根就没听过 你一大早就在我宗门口狗叫 是什么意思 邱万峰见状震惊不已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为何一个疙瘩小宗 竟然会有这等强者 王峰见其许久不肯开口 于是便撇了撇身旁大魔 小魔要我们神仙宗向来以德服人 这个老贝比就交给你了 你得让他心悦诚服地开口 大魔闻言心领神会 只见他迅速凝出巨型血手 老老实实地开口为了 此时邱万峰可被吓坏了 心想着尼玛嘴上说着以德服人 下手却重拳出击 这要是不说 恐怕明年的今天坟头都长草 于是连忙交代 我明邱万峰乃是凌云宗的大长老 来此地是为了探查 之前出现在山谷中的悬降镜气息 王峰闻言若有所思 这悬降气息 想必定是前阵子刚突破的小五 不过你探查此人所为何事 只因风魔大会在即 而我宗未有一尊悬降镜弟子 无法征得风魔榜排名 所以才来寻找天才弟子 带回宗门 可王峰却听得一脸问候 风魔大会 那是什么 邱万峰则很意外 你竟然不知风魔大会 可心里想的确实 这等蛮横无理的小宗门 不知道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谁料就因他犹豫了2.5秒 大脸盘子就和大帝来了次亲力互动 随后他也只能以五一事交代起 风魔大会是为了镇压封印千年的悬刹大魔所办 堪称耀日帝国十年一次的盛还 由于悬杀大魔恐怖无比 其一身精纯魔器 哪怕是被封印 依旧会一散而出 导致封印他的地方 都会被魔器所侵染 所以耀日大帝组织帝国境内所有宗门强者 去击杀被魔器侵染的妖帅 来削弱悬叉大魔的实力 但这一次 耀日大帝传下旨意 只让年轻一辈弟子前往 因此如今所有宗门 为了能够夺得风魔榜靠前排名 如今都在疯狂培养宗内弟子 以及寻找在外散修天才 此时王丰听得一脸惬意 不得不说 你的眼光可真毒啊 人海茫茫中 一眼就相中风魔大会的郑主 这也把一旁大魔听笑 结结结 没想到风魔大会 竟然是专门为我举办的 此刻邱万丰早已听得汗流浃背 眼眸之中尽是黄谱之色 为你而举办的 难道你就是 谁能想到 往日唯唯诺诺的王丰 竟突然变得沙发果断起 就在他得知此次风魔大会的郑主 正是刚败入师门的大魔后 心中不由多了一丝担忧 能让一大帝国之主如此尽的 甚至不惜每十年举办一次风魔大会 想必这悬沙大魔 并没有表面上这般简单 于是便扭头试探性询问了些 小魔 你被那么多大能联手封印 又怎会这般轻易就脱身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大魔似乎察觉到了王丰的用意 也只能老实交代 总不满你说 这些年我自创了一门分身术 其实那些小老儿封印的 只不过是我的一句分身 这时王丰又走到了邱万丰身前 询问起了风魔榜 原来风魔榜正是这次大会的榜单 以击沙被魔器侵染的 妖兽数量为排名 前几年风魔榜只针对老一辈的强者 但这一次却只让年轻一辈参加 王丰文言瞬间喜出望外 看来此次大会 定有无数年轻天骄聚集 说不定可以借此 来完成系统的收徒任务 随后得知大会将在一个月后才举行时 心中也是不由窃喜 看来这时间还挺充裕的 届时定要去好好表演一份 就在他遐想之际 邱万丰却开口求老前 大老你看你该知道的都知道 是不是可以把老夫当个屁房 而王丰则禁止走到他的头前 想让我放了你也很简单 那你就得老实告诉我 若是你寻到那悬降镜的人 接着你会如何 我会将其带回宗内 看着王丰充充满杀意的眼神 此时窦大的汉珠已经布满在他额头 可陈丰交代的那番话 他可不敢说出口 王丰见其沉默不语 邱万丰只能老实交代 若是小宗门的人覆灭其宗 断其后路话音刚落 王丰淡默地扭过了头 随后伸手示意 杀了吧 大魔立马心领神会 只见他直接紧握左拳 只闻一声你不讲武德 随后邱万丰瞬间原地火化 王丰也顺势获得了五百宗门纸 这时大魔满脸不屑 这便是耀日帝国大宗的德性 简直比本魔还似魔 宗既既然已与凌云宗结下两者 何不直接去把他一锅端了 王丰闻言心想 这凌云宗既能做出这种霸道之事 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而且若是让他们知道邱万丰一事 怕是之后神仙宗将麻烦不断 想到这王丰心中已有答案 也罢 那便随我去看看吧 与此同时 耀日帝国皇都长陵府内 一只绿色皮羞正充当着书桌 而长陵侯林天雄 正悠闲地欣赏着一朵雏菊 片刻后 他突然询问起义堂王老 你说云一这孩子怎么还未回来 不就是让他去杀的凌家余孽吗 怎会需要这么长时间 禀侯爷 属下已经让人去告知云一少爷 估计可能已经在回来的路上 就在这时 王老腰间令牌嗡嗡坐下 侯爷有消息传回来 估计是云一少爷怕您等急了 先传消息回来给您汇报 还算这小子有点能心 知道为父担心他 你快看看传音令服 我倒想听听那小子说了些什么 可当王老听完传音后 整个人瞬间老泪纵横 接着浑身颤抖地说道 云一少爷 他死了 云天雄闻言瞬间震怒 直接一刀打掉了身旁皮修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 快给老子去查 性感觉老子后 我定要生死了这个杂碎 是威震八方的长领头 上古皮修乃是他的胯下坐紧 可他却是个三秒男 年近六十才老来得子 当然他儿子也没令他失望 可谓是烧杀抢夺不干一件人事 最终也是惨死在小五之首 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林天雄当场震怒 势必要将凶手千刀万剐 次日要日成如往常一般平静 城内更是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都卫军统领李清晨 看着如此景象也甚是欣慰 可下一秒 他却发现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 朝城门口缓缓走来 看着无比熟悉的皮修 额头也是不由生出几滴冷汗 于是连忙一跃而下 党在众人身前并大声怒喝 长陵侯林天雄 以私自调动长陵军出皇城 可知这是大不赦之罪 本侯当然知道此举会对陛下信任 但我唯一的儿子惨死心要山脉 待本侯为其报仇 必定回来向陛下请罪 可面对王丰他真的能回来吗 不过李清晨闻言心中还是无比惊讶 要知道林云一可是他唯一一灵 也不知道是谁有这胆子 竟然嘎了他儿子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林天雄见他毫无退让之意 直接仰天怒喝 李清晨我念你是护卫统领 才给你几分薄命 若是你还不退让 就休怪本侯对你动手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了 也没人能阻挡本侯接回儿子 正当他不知如何是好事 浮城之中传来一道声音 清晨放行罢 其子之死已让他失去理智 虽有冒犯但情有可疑 让其回来立马来找朕即可 李清晨闻言连忙行李放行 你去吧 回来之后 自己去找陛下女罪 林天雄也十分失去 多谢陛下理解 待我接回林亦报了血仇 并会前去请罪 看着浩浩荡荡离去的军队 李清晨心中不由感慨 看来江湖之中又要有一场腥风血雨 另一边 王峰已带着姚月几人来到了林云宗 刚落地就发现 一位紫发少年正在被人围殴 只见他抱着额头不断求人 不知李黑拿冒犯的哨子 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结结结 本公子看你生的几分俊气 便特意赏赐你一个香吻 你居然舍得躲开 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欠操 原来此人正是林云宗少主陈欣 然而这时 他身旁的几个小弟也连连感慨 真可谓上天有好生之德 感谢爹娘把我们生得这么丑 要不然我们迟早也得屁股看完 若非我们是林云宗三丑 宗主恐怕也不会挑选我们侍奉少主 此时陈欣也越打越兴奋 嘴里还不停嚷着 杂一弟子就是杂一弟子 才瞅你几下就受不了了 果然是忠看不忠用的废物 然而一旁王峰看得满脸无奈 这个林云宗少主妖里妖气的 还如此暴念 可见这宗门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谁料这时系统发来提示 恭喜宿主发现爵士天才一名 王峰看着妖娆的陈欣一脸震惊 莫曹 系统里所说的爵士天才 该不会是这玩意吧 看着系统矿里出现的 王峰差点没有吐出来 随着镜头不断切换 好在是这个子发少年李黑 此刻王峰也百般不及 爵士天才 那他还能被人欺负成这样 乃是天下第一蛇仙美 可如今却被人当面调戏 而下一名 调戏之人纷纷远手落地 就在当场 系统提示王峰 小黑子就是那个爵士天才 可他看着如此懦弱的男人 脸颊不禁生出了几滴冷汗 被人打成这熊样 也能叫爵士天才 难道他跟胖子一样 虽然是个凡人 却拥有爵士体质 想到这 只见王峰一跃而下 连忙上前阻止 娘炮住手 不对是住嘴 然而陈欣却一脸不屑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让老娘住嘴 可当他看到王峰的容貌后 立马变得病娇起来 小公子我劝你 直接束手就擒 老娘的香吻 今日就由你来销售吧 王峰听完差点没笑出声 随后淡漠的开口道 姚月替我去掌他嘴 话音刚落 伴随着一阵寒气 姚月已来到众人身前 其清澄的容颜 可把三丑尝唤了 但陈欣就不一样了 只见他已被气得浑身颤抖 瞳孔之中更是布满了血丝 这世上绝不允许 有人比本公子长得还美 你们几个速将这女子行住 本公子定要让他香消玉碎 三丑闻言迅速将姚月为主 动手前还不忘调戏一份 小美人你能落到我们凌云宗三丑手上 也算是你的运气 若是小爷出手 恐怕你只能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此刻王峰也为他们捏了吧 我尼马身为宗主 都不敢去调戏姚月 我都不敢想 他们的下场会有多惨 只见姚月缓缓将手指 放在其中一人的脸颊之上 随后轻轻一划 接着一个华丽转身 三丑顺便变成了五手冰雕 这操作也把陈欣吓坏了 还不等他多演 姚月与顺一致陈欣深浅 并单指抵住了他的脸颊 谁料就在他冰死之际 小黑子却伸手拦下了姚月的攻击 这也导致他的手臂被冻成了冰雕 看着他面无表情的样 王峰此刻十分不及 姚月健壮也连忙撤回了林立 他这样凌辱你 难道还要救他 这时贪坐在地的陈欣却大笑起 小黑 只要你杀了他们 本公子定会好好赏赐你十个项目 话音刚落 只见一只手掌 狠狠地锁住了他的脖子 随后一把将其高高举起 此刻陈欣还想做垂死挣扎 小黑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这么对我 而小黑在眼神之中竟是杀意 我本想留你到明天 结果你偏偏非要找死 为了不让你死在别人手里 令我抱憾终身 我唯有抢先一步动手 看着倒地的陈欣 他这才有所失误 这操作也把一旁王峰看待了 看来这个绝世天子 并非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 他明明是个菜鸡宗族 可顶级大佬们都抢着败入人心 如今更是在添一位玄帝转世 就在刚刚 李黑直接扭断了娘炮少主的脖子 而王峰看着性情大变得 心中也是充满了好奇 于是连忙换出系统 询问其为何称李黑为绝世天子 可系统却显示 探查需要花费一千宗门值 王峰虽十分心疼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点击了确认案 原来李黑原名为李长弓 乃是玄帝镜巅峰强者 意外陨落后 兵得到一箭之口 这才转身成为了如今的李黑 听到这王峰也不禁打了的寒战 要知道玄帝镜强者 一人便可灭一搏 可既然他前世有此等实力 又为何遭受欺凌却不还手 在系统的告知下王峰得知 李黑之所以这么独 完全是为了隐藏转身的秘密 不过但凡欺辱过他的人 都会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 此时王峰不禁汗言 比起此人自己就是个小垃圾 果然人不可冒相 接着他便询问起 李黑如今适合修为 在看完系统的介绍后 王峰则陷入了沉思 他没想到当初忽悠胖子 一年录像还真的有人能做到 曾经的他都能达到玄帝巅峰 如今自治再次得到暴徒 想必未来前途定不可限量 也难怪被系统认定为绝世天才 看来也只有神仙宗 才能容下这尊乾隆了 得知一切后 王峰连忙向其发出邀约 你刚刚杀了凌云宗少子 想必这里已无你的容身之处 不如跟着我走 本宗必定护你周全 可李黑眼神中尽是不屑 你长得跟爱坤一样 一看就是不忠用的小白脸 又有何资格收我 王宗文言并没有生起 反而显得极其震定 果然是个小黑子 不过就凭我知道你的来历 李长弓 听到这三个字 李黑立马陷入了沉思 在整个星耀山脉外围 根本就没有玄黄静的强者存在 可现在这等高手 静甘愿沦为此人的手下 而且他好像对我并无论 不如就先去探探底细 若情况不对 再动用内剑底细 想到这 李黑便印下了王宗的邀约 谁料这时 只闻一道魂厚的声音 在整个广场徘徊 究竟是谁敢动我陈峰的爱子 片刻后 只见他浑身颤抖 走向已故的儿子 看着地上冰冷的尸体 陈峰瞬间老泪纵横 随后立马怒视着一旁姚岳 我派来保护仙儿的三宠 想必就是你杀的吧 在得到姚岳肯定的答复后 他瞬间如疯了般咆哮着 这么说来我儿也一定也是你杀的 既然如此 那你就休想离开凌云宗 此话一出 一旁蒋老们连连惋惜 如此绝世美人 就这么死了未免也太可惜了吧 李黑健壮刚想开口 却被一旁王峰伸手拦住 怎么了 你还想去一命抵一命吗 而上一秒 还沉浸在丧死之痛中的陈峰 下一秒却又调戏起了姚岳 不过只要你再给我生个儿子 那也算是一命抵一命 王峰健壮心中固有吐槽 我却差点真以为他爱子如命 结果就是个见色望子的色王 于是便吩咐姚岳 既然他这么着急见爱子 那就成全他吧 话音刚落 只见姚岳缓缓走向陈峰 其蓝色的双眸中 竟是无穷的杀意 他是五帽双全的绝世美 如今却被个糟老头当众调戏 甚至还口出狂言 让其给自己生个大胖小子 可姚岳又怎会惯着 只见他缓缓走向陈峰 双眸之中尽是无穷的杀意 可正当要开打之陈 陈峰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其实本宗也是个怜香惜玉之人 为了不伤何其 不如我出一场 美人若是能躲过 我而便算是白死 但若是没能躲过 那便留下来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而姚岳并未言语 则是死死地盯着陈峰 见女人沉默不语 他竟恬不知耻地说道 既然美人不反对 那本宗可就到你答应了 说吧只见无数白色能量 瞬间汇聚在其掌中 接着便连忙跃至空中 嘴中病大喝道 凌云掌 面对袭来的巨大掌印 姚岳竟没有丝毫闪躲之意 而掌印在接触到他之际 并没有对其造成实质的伤害 反而形成了一团巨大的气体 将其困至空中 数秒后只见一滴血珠从空中滑落 接着瞬间化作无数红色针蚝 急速地朝姚岳暴射而去 最后广场之上 只留下一道巨大掌印 观战的凌云宗长老们这才明白 原来宗主之前的行为 都是为了迷惑对方 好使其一招毙秘 不过这也未免太暴挺天悟 至少也要先享受一番 可陈锋却表示 绝世美人又如何 敢杀我而就唯有意思 一旁理黑十分不及 便连忙扭头询问王丰 你竟然眼睁睁看着他被杀 你可能对姚岳战里有些误解 还有你哪只眼睛看到他死了 而就在这时 只见空中坠落一具尸体 长老们见状惊惊慌不已 宗主你快看 从云上掉下来了 可是我们离云宗的人了 听闻此言 窦大的汉珠不停从陈锋脑门低落 还不等他反应 姚岳已出现在其头顶 刚刚你那一掌 我躲过了 说罢便从高抬一跃而下 手掌之上蓝色灵气困扰 现在我这一掌 就看你能不能躲过去了 看着逐渐逼近的女人 陈锋虽有些慌张 但还是凝出了一掌鼻打 本宗就不信 你当真如此之强 而就在两掌触碰的瞬间 只见一道兵墙 横在了陈锋眼前 转瞬间 兵墙之上形成了无数兵刺 静直朝他刺去 仅过了两秒 陈锋变成了一只刺猬 也是如愿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是五帽双绝的玄黄大王 如今却被个入相老头当众挑戏 甚至还口出狂言 让其给自己做小老婆 这可把姚岳彻底激怒 仅仅一击 便让老头变成了刺猬 看着眼前阴狠的女子 凌云宗长老们 躲在一旁瑟瑟发抖 他们不曾想入相近巅峰强者 在这个女人面前 竟如此不堪一击 眼下宗主已死 正当他们不知如何是好事 王峰却淡默表示 我以神仙宗宗主之名 宣布世上在无灵云宗 你们就原地解散吧 说罢便带着姚岳离开了此地 看着逐渐远去的俩人 王长老这才松了口气 前后便立马换了副嘴脸 别以为撂下几句狠话 灵云宗就会因此解散 既然宗主和少宗主都已经亡了 为了宗门的延续 看来我们得尽快选出下任宗主 可一旁的徐长老颤抖着表示 灵云宗不会再有续任宗主 表情之中竟是黄孔之色 话音刚落 只见一块巨大的兵团 正急速地砸向宗门大殿 随着他的落下 只闻一声巨息 整个宗门只剩下无数残狠 王长老看着眼前的景象 瞬间心如死灰 谁料就在这时 一道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广场 陈宗何在 王长老瞬间被吓尿 一阵以为那个煞星又回来 可不曾想却是长陵侯 他这才缓过神来 也对 那个煞星杀了陈宗刚走 又怎么会折迫回来找他们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长陵侯已来至他的身前 并大声询问道 你就是陈方 看着眼前凶狠的皮羞 王长老说话都变得结巴起 我不是 我们宗主已经死了 这时长陵侯也表明了来意 无乃要日帝国的长陵侯 你可知本侯之子林云一 是被何人所杀 见其子被杀 王长老也是被惊得何不容祖 究竟是何人有如此大的胆子 竟敢对一国侯业之子出手 在一番思索后 他便准备来一首破水冬 回侯业 我知道是何人杀了您的儿子 听闻此言 只见长陵侯双眼之中不满的血丝 其实杀小侯业之人 也正是杀我宗宗主的凶手 而那人自称是神仙宗宗主 来了来了 一向靠嘴输出的王丰 如今又迎来了一位顶级大王 剑魔艳势三 而就在饶月灭宗后 王丰便带着众人返回了神仙宗 原本还在看门的大魔 在看见归来的王丰后 便立马放飞了手中把玩许久的坤坤 一个剑步瞬间来到王丰身前 二话不说就是一顿拍 宗主果真神威 仅用了两个时辰 便歼灵云宗凯旋归来 这要是放到现代 大魔不是个大唐经理我都不服 与此同时 李黑也顺势落地 一旁王丰再次发出邀请 你考虑的如何了 创建的宗门 都不敢称神仙二子 而这鸟不拉屎之地的小宗门 竟也敢取这等名讳 简直不知所谓 想到这他满脸不屑 便却安知洪湖之至 跟你走这一趟 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听到这话 一旁大魔瞬间不论一冷 只见其一个顺身 便锁住了李黑的龟头 双魔之中竟是滔天杀意 本魔劝你好好跟宗主说话 然而王丰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心平气和地继续靠左输出 哪怕你前世乃玄递境巅峰强者 此刻的你也不够是个入相菜鸡 若是在这里动手 你怕不会占到一点便宜 一听是这等强者 大魔连忙缩制一脑 卧槽 这小白脸竟然是大佬转世 纵然是我全盛时期 面对这等存在 都如蝼蚁一般丝毫没有抵抗之力 王丰剑齐并没有动摇 便掏出了小世界令牌 准备带他去见宗门真正的注定 希望他能有所改观 随着秘境入口的开启 硕大的神仙宗瞬间浮现在其眼前 此时李黑心中也很是震惊 虽说玄递境强者可以创建小世界 但哪怕前世的自己 都没见过如此庞大且完善的小世界 本帝倒是要看看 这宗妹到底有何玄妙之处 当他刚走入大殿后 王丰则继续输出 本宗知道你身怀至宝 但他还没资格入我法眼 我对你只有一个目的 那便是加入我神仙宗 可李黑似乎并没有所改观 若是我不加入 你又能如何啊 随着王丰的一个详解 叶孤城和西门飘雪纹身而至 看着眼前又多了两位玄黄大夫 李黑瞬间觉得有意思起来 怎么你想以多欺少逼我加入 靠着那剑至宝当笔牌 即便是三位玄黄境强者联手 我依旧可以全身而退 王丰刚想说些什么 却被长剑划过地面的声音 顿时一股恐怖的威压 席卷着整个大殿 只见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男子 出现在众人眼前 那若是有四位玄黄境强者联手 说罢便恭敬地走到王丰身界 属下燕十三败剑宗主 原来此人正是刚刚召化而出的新大戎 拥有玄黄境巅峰实力的燕十三 相传他是某少爷的剑中 未见到丰魔的第一流剑坑 他生平的愿望便是与剑帝谢小枫一决高下 燕十三生平绝学夺命十三剑 之后不但创出了第十四种变异 在与谢小枫决战时 又创出了代表毁灭和死亡的第十五剑 他原本可以凭借第十五剑杀死谢小枫 却发现这一剑带来的只有毁灭和死亡 于是为了彻底毁掉这可怕的一剑 便选择割破了自己的喉咙 李黑再见到燕十三后 也是被惊得合不拢嘴 可没过几秒 又调侃起了一旁的王丰 已身为宗主 却只有玄黄境的修为 你真的配做宗主吗 谁料他刚说完 燕十三的长剑已悬在了他的脖梗处 看来夺命十五剑有必要重新出事 而王丰却立马拦住了 燕长老且稍安勿躁 我就是玄黄境巅峰修为吗 只要本宗想拥有 随时都可以 接着他便查看起拥有的宗门纸 看着眼前的数字 王丰也不禁敢看 没想到这么快就手握四万宗门纸巨款 这下可以好好地装一番了 来了来了 王丰他要开始装逼了 锦衣顺便踏入了玄黄之巅 再一指就连王侯境的夜不成 也在弹指间成功晋升玄黄 而就在刚刚 即使被长剑悬在驳梗处 李黑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还出言嘲讽起了王丰 你身为宗主 却只有玄黄境的修为 你真的配做这个宗主吗 可王丰听完不仅极其淡定 还顺势吩咐燕氏三收起长剑 接着一脸不屑地看向李黑 不就是玄黄境巅峰修为吗 只要我想弹指可怒 随后在查看完现有的宗门之后 便立马兑换了次十连抽 伴随着一具原神启动 只见无数携带奖励的光球 围绕在王丰身旁 紧接着他便将燕氏三十分之一的修为 加持在了自己身上 一阵磅礴的金光 瞬间涌入王丰体内 而他也成功迈入了玄黄巅峰 此时李黑震惊无比 心头满是疑惑 难道他之前一直在隐藏修为 还是说他真的能在一瞬间 晋升至玄黄境巅峰 想到这痘大的汗珠不停滴落 就在他愣神之际 王丰伸出右手得意的询问 一不小心就到玄黄巅峰了呢 不知现在你还有何话可说 然而李黑依旧死压子嘴 毕竟自己也从事站在顶峰的那里 怎能如此轻易屈服 就算神仙宗拥有四位玄黄境高手 照样不能逼我就算 最多也就能给我拼个鱼死网破吧 露露露 你还算露了一位 听到这话 李黑也没想到 这个老六竟然还藏着一位高手 于是连忙询问是谁 而王丰却适宜 正是一旁的叶古城 李黑见状很是不急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呢 他现在只不过是王侯修为 又如何越过那道鸿沟 王丰则得意的摆了白身 现在虽然不是 但马上就是了 你可曾听闻隔空惯景 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 你莫不是开赛路喝多了 满嘴无话 即使我前世拥有玄地镜巅峰修为 也做不到你所说的隔空惯景 一旁王丰也很是无奈 本来不想装逼他 结果现在不得不装了 玄地镜巅峰的你做不到 不代表玄黄镜的我做不到 睁大你的马眼给我看好 说罢便连忙在叶孤城额头清点了下 并分负系统将其他修为 全部加持在叶孤城身上 转瞬之间 只见叶孤城额头金光乍现 接着无数金芒涌入其中 最后叶孤城也是成功踏入玄黄之境 看着一生之敌成功晋升 西门飘雪脸上净浮现出了一丝喜悦 拜宗主所赐 我又能畅快地找他对决了 可一旁的李飞就极其不淡定 我敲 他竟然真的帮这位叶长老 可能都做不到了 可王丰却并没有为难他 现在认清局势了没 入我神仙宗 我不仅可以让你恢复巅峰 甚至还可以超越以往 见识已至此 李飞便也没在头体 想我加入也行 不过先说好我只加入十年 期限一到我便会离开 且你不得透露我身上秘宝 消息 他的那件什么破灭 王丰自然是看不上了 他现在只想收了这个玄地转世 获得系统奖励 见王丰同意 李飞也是立马实去地交出了全部家党 而他也因此获得了颇丰的奖励 看着眼前弹框中丰厚的物品 王丰也不禁感叹 真是不枉我冒着与玄地转世硬刚的风险 这奖励当真验证了 高风险高回报的这句老话 而此刻炮灰长陵侯也在赶来的途中 来了来了 就在王丰收服李飞后 新角色也即将登场 乍一看只是个文弱书生 实则却是个粉血色 即使面对几长绿绿的黑血 他也依旧面不白色 甚至还自嘲起来 没想到江泰功成不欺悟 我就搁这一站 果真就有食物自投罗网了 看这份量也足够自己饱餐一顿 可就在黑熊扑向他之时 他却突然发现 天空好似被一团黑压压的东西给遮住 于是连忙睁眼查看 竟发现一阵密密麻麻的剑影 正朝自己报夕而来 指纹一声巨响 被超度的黑熊应声倒地 原来这一切正是长陵君所为 看着一片狼藉的空地 长陵侯正要下去收尸 谁料这是黑熊的身体 竟在不停地扭动 随后更是奇迹般地站起身来 原来黑熊早已凉痛 是沐云飞将他撑了起来 此时只见他不慌不忙地 拍打着身上的灰尘 可长陵侯胯下的皮羞不乐意了 直接在嘴中凝出了妩媚争火 接着便朝沐云飞喷射而去 而他却一脸惬意 然后慢慢地拔出手中长剑 接着轻轻一挥 最后只见黑熊的手掌应声飞出 在两者激情的碰撞下 美味绝伦的烤肉就做好了 沐云飞一边啃着 嘴里还在挑衅着长陵侯 谢谢你啊老铁 你要不要也来一口 长陵侯文言直接一掌 拍在皮羞的脑门上 借着惯性一跃而起 你就当是我赏给你的断头餐吧 说罢只见其右手金色灵气沉让 片刻间便凝出了沙包大的拳头 直接朝沐云飞轰去 此刻他才发觉情况不对 则立马拔出长剑 见对方要超度自己 他也不准备藏桌 顺便挥出惊鸿一剑用来抵挡 可就在两者触碰之际 只见长剑正不断被压缩 直至剩下一枚剑笔 沐云飞也顺势被轰入地底 片刻后 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 随手扔掉了手中的长剑 即使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可他依旧丝毫不慌 还好刚吃完的烤肉没出出 要不然可真是赔了熊掌又折兵 此时长陵侯也没再出手 反而扭头看向一旁的云长老 他年纪轻轻便有王侯静修为 又出现在星耀山脉 想必他就是神仙中的王丰吧 谁料王长老连忙摇头否认 那个王丰哪怕是跨成灰我都认的 但他不是 沐云飞听闻此言 已被气得浑身发颤 你刚刚差点一拳叫我捶死 结果仅仅是因为认错人了 糟了糟了 王丰的茅草屋竟被长陵侯找到了 而他也毫不啰嗦 直接吞负长陵君对其攻击 转瞬间 无数剑与炒草屋暴射而去 可就在剑矢即将炸穿草屋之际 只见大魔拿着马桶塞挡下了所有攻击 而就在刚刚 长陵侯刚来到耀日山脉 却错把沐云飞误认成了王丰 并把他胖揍了一顿 得知真相后 本以为他还有啥后手 可下一秒就被皮修踩在了脚下 喂老头我可真不是王丰啊 为什么就不肯放我走呢 而久经沙场的长陵侯自然不会相信 虽说你不是杀死我大儿的王丰 但也不排除你是他门下的弟子 听闻此言 他也是被吓了一条 逗大的汉朱不停在脑门低落 他不敢相信在耀日帝国内 竟有人敢杀长陵侯之子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长陵侯继续逼问 赶紧老实交代 你究竟是何人失诚何处 见他久久不已 长陵侯则继续追问 此片区域紧挨三大帝国 你又不肯透露失诚 莫非你不是耀日帝国之人 沐云飞听完瞳孔瞬间一震 见已被猜到便老实交代起 晚辈其实是神风帝国的修行者 恰巧来此历练罢 你小子竟敢来耀日帝国历练 胆子倒是挺肥 你就不怕被境内强者斩杀 听闻此言 沐云飞竟直接大笑起 这又有何惧 既然是历练必定就有风险 若惧之又何以成长 谁料他刚说完 只见长陵侯传来喜训 侯燕 前方五十里处找到了神仙宗驻地 沐云飞本以为长陵侯会放了自己 可却被绑着一同前往神仙宗 随着一声巨响 众人便来到了神仙宗门前 看着眼前的草屋 沐云飞一脸失望 本以为胆敢挑衅长陵侯的神仙宗 会是什么影视大宗 说不定还能助我逃离坡 可结果就是一间破草屋 而此时长陵侯已全部拿起了箭矢 随着长陵侯的一声吏息 只见漫天剑雨朝草屋呼啸而去 与此同时 他们的大魔直接一跃而起 接着连忙从虚空之中抽出了一根大铁棒 随后笔直地站在草屋之上 一脸惬意地看着不远处的众人 心想正无聊呢 结果就来了一群玩具 说罢便将铁棒悬于空中 转身之间一道红色屏障 赫然出现眼前 也是毫无意外地挡下了所有攻击 这可把长陵侯们吓坏 我去 那是什么 明明看着像只蟑螂 却怎么有这般通天本事 听闻此言大魔可是被气坏 你们才是蟑螂 你们全家都是 说罢便抡起铁棒 直接朝长陵君砸去 伴随着一阵阵的哀嚎声 请客间只剩下长陵侯一人 悬于空中 而迎接她的是一根硕大的铁棒 和大魔的怒喝声 而等何人 竟敢闯我神仙踪 看着眼前铁棒散出的滚滚煞气 长陵侯瞬间花容失色 是 这难道是悬叉魔棍 莫非你就是被陛下封印的 悬叉大魔 完了完了 悬叉大魔要挨揍了 面对长陵侯的麒麟反身 大魔又该如何应对呢 就在刚刚 长陵侯看着眼前煞气肆意的铁棒 逗大的汉珠不停在脑门滴落 是 这竟是悬叉魔棍 难道你就是当年被陛下封印的 悬叉大魔 一旁的沐云飞也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如蟑螂般的男人 竟是昔日内的肆虐要日帝国的暴徒 要不是当年被诸多强者联手封印 恐怕要日帝国早就不复存在 如今他却能从神坠谷地中逃脱 莫非也是那个神仙宗王丰的手笔 没想到区区一间草屋 竟然隐藏着一位绝世高手 此时常灵侯虽很好奇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但现在毕竟是来为大二报仇的 还没必要与他于死往迫 于是便准备出言试探一番 神仙宗王丰超度了我的儿子 只要你不妨爱本侯复仇 我便当今日从未见过你如何 然而大魔却大笑了起 你说的好是好 就是不知道 我手中的大棒他答不答应 见今日不能善良 常灵侯也不再准备留守 一个剑步便朝大魔马了过来 既然如此 那本侯今天便先超度了 谁亮灰去的魔棍 竟被皮修死死咬住 连忙吐出三位真火 很快真火便蔓延至魔棍全身 可就再要触碰到大魔之时 只见常灵头部瞬间胀打 面对如此巨物 皮修自然无法承受连忙撒死 常灵侯见状借着皮修一跃而起 金色甲片瞬间覆盖双手 高举双拳直奔大魔而来 而大魔则一脚踢在魔棍之上 魔棍应声而出 直接朝常灵侯面门飞去 可没想到在真火的焚烧下 他不仅没有受伤 反而实力又暴涨了一几 女人还怪好呐 谢谢你送来的火焰 助本侯一臂之力 说罢便又是一拳挥去 而大魔自然不慌 抄起魔棍就赢了上去 在两者碰撞之际 只见附着在常灵侯身上的灵甲 竟被打得全部脱落 是恐怖的余威 也是把沐云飞正飞百丈之远 显然大魔更胜一筹 看来悬刹魔棍的回答是不 可此时常灵侯却笑了起 大魔见状眼神 瞬间变得凌冽起 你莫不是被魔棍打傻 都快隔屁了还在这笑 我笑是因为你虽然从神坠谷地逃了出来 但是修为却也从玄黄境巅峰 憋到了王侯境巅峰 此话一出愣是给大魔斗乱 就算本魔现在是王侯修为 但也足以碾压你 可就在大魔说话之际 实际皮修嘴中瞬间燃起滚滚烈焰 随后静止朝常灵侯喷去 这一操作也是把大魔给探傻 我说你们搞什么飞机啊 就算打不过也不用自焚吧 谁料话音刚落 常灵侯竟伴随着滚滚烈焰 化身战神御火重生 你说的没错 我的繁体确实只有王侯中期修为 但我的麒麟法身可远远不止如此 反而为烈焰当场火化 他不仅没有死 反而御火重生造就麒麟法身 原来这是他与皮修的合体技能 也是他最后的底部 看着眼前人手瘦身的常灵侯 此时大魔很是慌张 逗大的汗珠不停在脑门滴落 他不敢相信 原来只有王侯中期的常灵侯 静越来到了玄黄境初期 可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常灵侯已朝他报射而来 看着转瞬间便来到头顶他 显然大魔没有了之前嚣张的气焰 神情之中多了一丝惊慌 随着他的受体落起 原本平整的大地 顷刻间被踩出了一个巨大的窟窿 待烟尘散去 大魔也只能靠着玄叉魔棍苦苦之称 此时他心中不禁感叹 这家伙不仅身体和力量都变大了数倍 静连速度都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而一旁仅剩下的两个毒苗 见大魔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也是连连拍手叫好 不愧是侯爷的麒麟反身 没想到静连悬叉大魔和那邪门的棍子 也能轻松压制 这蟑螂恐怕命不久矣 谁料俩人发音刚落 只见大魔一个华丽转身 接着一脚用力地蹬在魔棍之上 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速速变大 随后魔棍应声而出 瞬间障大 直接将长灵猴顶飞了出去 最后奥立于大地之上 而大魔自然不会给他喘息的机会 高举魔棍便朝长灵猴面门砸去 紧一击便将大地砸得粉碎 其余波也是震得炮灰们瑟瑟发抖 可此时大魔脸上依旧忧心忡忡 因为他知道仅凭这一击 是很难给长灵猴造成实质伤害 结果正如他所想 长灵猴竟毫发无伤地出现在他眼前 并双眼正正地蔑视着他 仿佛在嘲笑着他的无能 而此时的大魔也净显无力 面对境界上的差距 他只能选择先拉开距离 再借机寻找破绽 可长灵猴并不准备给他机会 只见其将身体蜷缩 片刻后化作一道流光 直奔大魔而去 紧一瞬便来到他的眼前 还不等他反应 正是一记重重的肘击将其击飞 接着一拳 两拳 三拳 可谓是拳拳倒肉 结结实实地砸在他的面门之上 随着最后一拳落下 大魔直接被击飞摆仗之远 最后被土壁挡住 这才坍坍停下 此刻他的双眸之中尽是绝望 本魔好不容易才从神坠谷地逃出 难道今天就要陨落于此吗 与此同时 只见长灵猴以高举两块巨石 准备将它做成魔肉馅饼 大魔见状惊呼 完了这下可真的要像蟑螂般被人拍扁 话音刚落 长灵猴直接将巨石和击 在这强力的冲击下 难道大魔就这样遗憾下线了吗 叶孤城再次迎来史诗集加强 不但就大魔于危难之中 还是席天地人三剑 轻松秒杀拥有麒麟法身的长灵猴 就在刚刚 只见两块巨石瞬间合入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炸弃 无数碎石滚落地面 可事后长灵猴竟没有丝毫喜悦 反而眼神之中满是震惊 他没想到本该被碾成肉泥的大魔 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 就在他疑惑之际 悬在空中的大魔得意地扯了扯嗓子 别在那犯上 没想到本魔还活着呢 长灵猴闻声看去 眼神之中似乎多了一丝忌惮 没想到你们神仙宗 竟还藏着影视高手 而此人正是晋升玄黄的叶古城 只见他手持飞红矗立在屋底 浑身正散发着圣人的戾气 接着他顺势凌空一动 常见立马归入窍中 同时附在大魔身上的灵力 也顺势散去 见此情景 躲在巨石后的沐云飞 也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心想一个悬叉大魔不够 结果又来了一个更强的高手 这个神仙宗究竟是何方神圣 为何我在耀日帝国历练期间 从未听过这个宗门 就在他遐想之际 另一边 叶古城正夸赞着大魔 宗主对你的表现很满意 你就先到一旁歇歇 见老叶给自己来找场子 大魔连忙指了指身后的男人 你看就是这个人 自称是常灵猴 一见面就说要超度宗主 老叶文言双眸瞬间充满杀意 飞红也再次出墙 嘴角缓缓道出一句 痴人说梦 说霸一阵磅礴的灵气 在他周身瞬间肆意而出 而残留的常灵军们 则立马在空中跳起了舞 可作为酒精沙场的常灵猴 自然不会不战而行 只见他后提一灯 静止朝叶孤城暴射而去 老叶剑状连忙将飞红悬于空中 顷刻间常灵军们全部汇聚于剑间 随着一阵暴河 天外飞陷 人剑 连行剑气直逼常灵猴面 面对如此磅礴的剑招 而他现在也只能被动地防守 在挡下这一击后 他不敢有一丝陷的 又直奔叶孤城而去 随后两人拔地而起 在空中过了数招之后 只见叶孤城再次发难 随着黄色灵气转换成蓝色后 常灵猴脚下的大地 瞬间被硬生生地撕裂成款 接着他一人一剑将巨石推至空中 而地面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与此同时 大魔也是总算注意到 被捆得严严实实的沐云飞 见他被敌人捆绑 想必应该是勇军 便准备救他引力 而随着长虹再次劈响 巨石静直朝长灵猴面门砸去 此招便是天外飞陷 地剑 在承受如此重击后 长灵猴此时虽已不堪重负 但为大而报仇的信念 还是支撑他艰难地爬了起 可他现在毕竟已是风中残竹 遥遥欲坠 此时叶孤城又怎会给他机会 只见他已悬于空中 浑身充满了暴力的雷电之力 而这正是他的最后一剑 足以号令天道的天剑 剑如此惊世一剑 长灵猴双眸布满惊恐之色 随着叶孤城用力挥响 浑厚的剑气夹杂着雷霆之力 顷刻间便已将他淹没 暴力的灵力正不断撕裂着他的身体 可他也曾是为国剑公立业的将军 作为一个父亲他又有何错呢 是威震八方的长灵猴 可儿子却惨死他人之手 为了暴此血仇 即使面对剑仙叶孤城 他也毫不畏惧 在属下他的绝世三剑猴 更是迎来了第二次蜕变 就在刚刚 随着叶孤城天剑的落下 夹杂着天雷之力的灵气 瞬间将其淹没在内 看着眼前硕大的蓝色光柱 大摩一脸得意 没想到宗主还真有一手 几日不见 就让叶长老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这时沐云飞好奇地询问 你口中的叶长老 在神仙宗实力如何 大摩则表示 叶长老其实在长老中 实力算是最低的 此话一出 乌云飞额头冷汗不停滑落 心想三剑就能中伤 玄黄境初期的长陵侯 他还是实力最低的 幸好长陵侯抓我来的地方是神仙宗 然而就在他遐想之际 只见雷幕之中的长陵侯 突然高举残破的右手 并大声怒吼 长陵君排麒麟阵 众将士纷纷领命 于是连忙另起于掌 接着有序地排成了一条长龙 最后将所有灵气 依次传输给前一个人 就在一切都准备好事 只见皮修一跃而起 瞬间来到众人身前 随着灵气的不断注入 他们的身体也在不停地消散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君令如山 而这时皮修连忙张开锯口 嘴中瞬间燃起滚滚烈焰 接着朝长陵侯暴射而去 他在吸收完这股能量后 其身体再次燃起熊熊烈焰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的火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随后只见他发出一阵怒 挥着重拳就朝雷幕砸去 在这一击下 雷幕几乎瞬间被其轰散 这一幕让大魔十分震惊 他没想到长陵侯竟还有后手 而且这一次 他的修为竟又暴涨了一击 见情况不妙 大魔连忙掏出魔棍 接着静直朝地面的皮修砸去 因为他知道要想赢 就必须先弄死他 而战场之上 长陵侯挥出的铁拳 已逼至叶孤城的面门 此时他并没有拔剑 反而拿着飞红就赢了上去 在僵持片刻后 只见飞红已慢慢刺破了屏障 谁料长陵侯一把抓住剑警 并大喝着 区区剑翘也想伤本侯 殊不知 叶孤城早已来到他的身后 而飞红剑也刺穿了他的身体 可出人意料的是 长陵侯竟放声大笑起 只见其连忙握紧飞红道 你最终还是中了我的苦肉剑 话音刚落 无数烈火瞬间朝叶孤城袭去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天空竟飘出了几片雪花 转瞬间叶孤城就成了快冰雕 顺势躲过了此次攻击 而来者正是姚岳 此时长陵侯脑瓜嗡嗡作强 因为来的不止姚岳一人 竟还有孤城的好机友西门飘雪 可老子打了一辈子 我都没敢伤过他 你怕是不要命吗 曾是被世人嘲讽废物踪迹 可如今却成了拥有五魂融合剂的底级大 即使面对玄黄境颠缩的长陵侯 他也有那天外一剑可斩织 而在这之前 随着长陵君们的陷阱 长陵侯迎来了第二次蜕变 面对修为暴增的他 叶孤城不仅被打得连连败退 甚至还出现了性命之威 幸好姚岳及时赶到将其救响 长陵侯见状脑瓜嗡嗡作响 因为来的不止姚岳一人 还有老叶的志友西门飘雪 此时他已在指尖凝气成剑 接着静止朝长陵侯的脑袋刺去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剑 他连忙将双手握在一起 随后伸去猛然一阵 只见其周身脱落的鳞片 猛然射穿了西门飘雪的身体 转瞬间滚滚烈焰已将其包裹 可他却发现这团火焰 并没有给自己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可下一秒他又心头一挤 因为他发现这火烧的竟是玄气 长陵侯见状咧嘴一笑 接着连忙冲向西门飘雪 幸好姚岳及时救场 再将其冻在原地后 纵身一跃来到长陵侯的面门之上 却不料被其察局 并被一拳砸在了腹部 就在姚岳被震退之时 长陵侯连忙向其射出数道鳞片 西门飘雪剑状提醒 别被他的灵片击中 不然他们会化为火焰 瞬间吞噬掉你的玄气 姚岳文言直接用冰浆自己包裹在内 西门飘雪剑有破炸 立马拔剑朝长陵侯刺取 可这一剑竟被他抬手挡住 你现在玄气耗尽 虚弱的连我手臂都无法刺出来 而西门飘雪则喘着粗气疼 现在你绝对不可能躲过那一剑 话音刚落 只见艳势三突然出现 接着一记横批 暴力的灵气如猛兽板 肆意的席卷着长陵侯的下半身 伴随着一身挺叫 他的腹部以下紧剩一副哭 掩掩一息的他很是不停 这要日帝国 何时又出了一个玄黄境巅峰的高手 于是连忙询问 你究竟是谁 艳势三文言将长剑悬在身前 无奈神仙宗门下艳势三 同时王峰一行人正在山顶关架 许久未见的胖子很是惊艳 我才闭关一会 宗内怎么又多出了个这么强的长老 李飞也不禁感叹 不知我此时何时 才能再拥有玄黄境巅峰的修为 唯有小五面色极其难看 他就是害我们凌家灭族的长陵侯 王峰健壮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急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待会我会让你亲手复仇 大魔剑宗主来了很是兴奋 说什么也要好好表现一个 尽快消灭眼前这只孽处 以防宗主认为本魔没用 可就在魔棍挥落之际 提修却被长陵侯吸了过去 老火剑 今日为了替本侯之子复仇 就只能牺牲你 说罢一击 黑虎掏心直接达了皮胸 片刻后他的周身燃起无数烈焰 但烈焰消散 他不仅修复了伤势 就连修为也来到了玄黄巅峰 此时我的麒麟法身已是完全体 你的剑在裂里 也修想伤本侯半分 而验尸三则很是不鞋 接着连忙挥出夺命十五剑 紧一击 便让长陵侯半个身子的鳞片尽数脱落 谁料这时系统突然提示 发现一名绝顶妖孽 王峰看着被绑得很是严实的沐云飞 心想周围就只有他一个心念狗 且年纪轻轻就拥有王侯静的修为 看来绝顶妖孽就是他没跑 于是连忙为其松绑 并询问你是谁 他则连忙表示 本人乃神风帝国的沐云飞 来星耀山脉历练 不曾想被长陵侯当成了神仙宗的女 然后就被绑了过来 可王峰却很是不及 以你的资质 在神风帝国的年轻一辈中 怕是最顶尖的存在 神风大帝竟然没将你当成宝 晚辈此前只是一个区区废物 出来散心时机缘巧合得到机遇 才有了如今这样的修为 王峰听完双眼闪着金光 心想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 这样的人 拽都得把他拽到神仙宗来 于是一把握住了他的肩膀 能有这样的际遇 证明你的运气非凡 不知可愿加入我神仙宗 入宗后不仅有玄黄境强者一对一指导 还包持包住朝九晚五 可慕云飞却一脸愁容 我若加入神仙宗 恐怕宗门将会麻烦不断 即便这样前辈也愿意收我吧 谁料就在王峰以为十拿九稳之时 胖子却突然冲了过来 嘴里还嚷着宗主 这下麻烦大了 而战场之上 在长林侯猛烈的攻势下 艳十三似乎也有些应激不醒 而此时王峰却一脸忧愿地看着胖子 心想这个憨子还真是一如既往的欠走 一下子就打不过了 我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收途器 于是他心生一尽 你愿不愿意一举进入通灵境呢 听到这话胖子嘴都要笑歪了 连连表示自己愿意 王峰连忙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保证今日你一定如常所愿 随后又看了看一旁的慕云飞 心想为了顺利收途 看来终究得我亲自动手了 说爸便一个顺身来到了长林侯身前 他看着眼前的仇人已怒不可恶 想必你就是杀死本侯之子的王峰吧 说爸直接挥拳朝王峰面门飞来 而王峰则表示 重拳的可不是本宗 而是倒在那边的胖子 不过我还是得多谢你 用玄黄镜的力量替本宗锤炼弟子 虽然此时胖子已被打昏了过去 但他已彻底觉醒了玄灵归先之体 虽资质平体 但却有个对他偏爱有加的士族 不仅让他亲手报了灭门之仇 还为了他不惜得罪药日大地 可他之所以这么做 竟只是为了装备 而在这之前 胖子在挨了长林侯一记重拳后 居然意外激活了玄灵归先之体 而长林侯在看到毫发无伤的王峰时 更是越发的恼怒 立马又是一记重拳朝他打去 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锤炼 那本侯就在初点里好好锤炼锤炼 可王峰不仅丝毫不慌 还好心出言提醒 难道你到现在还没发现 自己刚刚把化成冰雾的剑气 全都吸入体内了吗 这时长林侯才反应过来 只可惜一切都为时已晚 此时王峰以名气成剑 静止地朝他面门飞去 在这夺命十五剑不停地切割下 长林侯身上的灵片也在不断脱落 很快他已现出真身掩掩一息 可令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求饶 反而威胁起了王峰 你若就这么杀了我 你一定也活不成 届时陛下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而王峰则摇了摇头 本宗可没说过要杀你 此话一出长林侯本以为捡回了条小妮 谁料王峰却扭头看向一旁小五 剩下的就交给你了 他文言先是心头一惊 他没想到宗主一直都还记得 之前答应过自己的事 随后没有半点犹豫 静止走向毫无还手之力的长林侯 他在看清来人样貌后腿是惊讶 他没想到林家竟还有漏网之鱼 而小五则面目争鸣地举起了目击 我若死了又怎能杀死林云依 为林家人报仇呢 这时长林侯才突然明白 原来杀死自己儿子的并不是王峰 而是眼前这个林家一夜 可令人意外的是 他竟开始癫狂地大笑起 嘴中还不停地喊着 太好了真是太好 这离谱的操作也是让王峰百思不得其解 心想这家伙难道是疯了吗 明知道是小五杀了他的儿子 怎么还能笑得这么开心 而长林侯接下来的话却语出惊认 不管本侯父子死得多惨 你将来只会比我们惨上数万倍 杀了本侯 神仙宗或许尚有一线生机 但是你们敢收下林飞舞 将来整个宗门壁裂无疑 此话一出 王峰的神情立马变得凝重起 果然如我所料 林家猎门另有隐情 不过现在想要从长林侯嘴中 撬出事情的真相断然是不可能 大魔好像之前与要日大地交过手 或许他能知道一些隐情 看来之后得找他询问一二 而小五在听到此话后 举着木剑的手竟在不停地颤抖 许久后才开口询问王峰 我真的可以杀他复仇吗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王宗竟扶住了他原本颤抖的手 还记得本宗之前跟你说过什么吗 我神仙宗无惧任何人 既有血仇哪怕是天大之人 也必杀之而后快 说罢便将小五原本放下的手再次扶起 对此他瞬间潜然泪下 阿爹 你若权下有之可以安息了 接着便直接刺穿了长林侯的胸膛 事后大魔连忙提醒 宗主如今长林侯已死 恐怕要日大帝断然不会善把甘休了 然而王峰听完却毫不在意 大魔呀你的格局还是小的 你要知道风浪越大鱼越贵 要不然我神仙宗又何时才能声名鹤起 说罢他便露出了智慧的小眼神 心想要论装备舍我其谁 与此同时 只见一双殷勤的小手拖着钱袋伸了管 弟子沐云飞恳请加入神仙宗 这一出也是整个王峰十分尴尬 你是怎么知道本宗收徒规矩的 而沐云飞则指了指身后的李飞 弟子之前向师兄讨教过 对此王峰连忙借过钱袋 心想如此甚 别省得我在费工作忽悠 同时系统也发来提示 恭喜宿主招收绝顶妙孽一名 奖励五万宗门值 和一次随机召唤机会 看着眼前的奖励 王峰也是被吓了一跳 好家伙 我这是捡到宝了吗 没想到沐云飞带来的宗门值 竟然比玄帝转生的李飞还要多 而王峰这一次又会召唤出谁呢 冰雕涌锤不行 如今更是收了胖子这个侍金作为徒弟 可想而知以后在摇跃的独打下 他将来究竟会有多强 此刻神仙宗大殿内 王峰因为小五家族被灭门一世 毕早便把大魔给换了过来 你在没被封印之前 可曾听过林飞武所在的凌家 听到凌家二字大魔很是震惊 相传要封成凌家 或许在要日帝国内算不上底线 但却是个拥有近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家族 可奇怪的是 凌家一直无法发展起来 后来听说 是因为他们所传承的一件质本 只有真正血脉精纯的凌家弟子 才能完全激活 而一旦激活那件质本 凌家上下将会彻底蜕变 轻逆变能成为世间顶尖家族 听闻此话 王峰不禁有点害你 心想自己这是什么逆天运气 随便收个弟子无不是大气运之人 此时大魔接着推断 虽然这只是个传说 但凌家能莫名其妙被灭 多半跟着站点关系 而王峰也很认同他的观点 毕竟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是个亘古不变的道 于是他默默做了一个决定 既然小五入我神仙宗 那么本宗自然要为他做主 长林侯等人只是个开始 但凡参与覆灭凌家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此话一出 大魔溜须拍马的能力 立马体现得淋漓尽致 宗主威武简直是我的偶像 不光是林飞舞 能报道神仙宗这根大促作 也是本魔此生最大的信物 随后王峰交代 先不要将此事告诉小五 并让他好好修炼 待其能独挡一面之时 这个丑本宗定会让他亲手抱之 对了你去把宗内所有人都给叫来 我有重要的事要宣布 待大魔走后 王峰便迫不及待地换出系统 并让其把之前没来得及看的消息 现在全都给放出来 根据系统提示 击杀长林侯后 虽获得了一次随机召唤机会 以及三万宗门职 但同时与耀日大帝结下了梁子 并激活了敌对任务 这也把王峰给整风圈了 随后在其询问下 这才得知 原来敌对任务一旦开启 便会自动将耀日帝国判为敌对事业 只要有敌对任务出现 完成便能获得丰厚奖励 而第一个任务就是 带领宗内弟子 参加由耀日帝国举办的风魔大会 并夺得风魔大会第一 且必须宗内弟子为榜首 此外夺得大会第一后 须当面挑衅耀日大帝 完成后即可获得五次随机召唤 并开启宗内任务点 另外在风魔大会中 只要击杀其他宗门弟子 或者把他挖到神仙宗 不仅可以获得相对不等的宗门职 还能掠夺被击杀者的契约 对此王丰不禁暗骂 这狗系统还真是喜欢搞事情 竟然要当面挑衅耀日大帝 简直是辣蛤蟆跳游锅 不过挖墙脚之事 也算深得我心了 可如今距离风魔大会 也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以目前他们的修为 要夺得风魔大会榜首 恐怕是有点强人所能了 不过这次召集众人 就是为了提高这些弟子的修为 很快所有人以前来报道 而王丰也道出了此次目的 十天后 本宗将率领宗内弟子 前去参加风魔大会 为了提升门内弟子实力 你们三位长老 从李庆 李黑和沐云飞中 分别挑着当自己的弟子 此话一出 最开心的莫过于胖子 心想宗主果然没有骗我 说是玄黄一对一指导 就真是如此 我在远方的青娘啊 你的天才儿子马上就要起飞了 随后西门飘雪选择了沐云飞 出人意料的是一项冷面的姚玉 竟然选择了胖子这个是金 而胖子也表演了什么叫笑容消失术 因为他听打摸说鼓子 姚玥长老像来人狠话不多 自己刚挨了长林侯一拳 差点隔屁 以后又要对母老鼓拿捏 我敌青娘儿子心里苦了 可到了李飞这 变时三却连连摇土 这也让他好生郁闷 心想我堂堂玄弟敬强者转生 又岂需要玄黄敬强者来指导 看着两人都十分高傲 王峰心中也泛起了 果然队伍大了就不好待 更别提这些长老 个个都是心高气傲之辈 关键这个李飞也是个刺头 倘若这次找不到人当他师傅 恐怕难免会被他看低 既然如此 那么本宗就在唤醒一位长老 是爱吹牛逼的一宗之主 可诸多顶级大佬却甘愿做他小弟 甚至冷若冰霜的天下第一美 都对其唯命是从 原来他有的逆天系统 只要不断收徒就能召唤诸天强者 如今更是迎来了第二位美人 初次见面就引得大家春心荡漾 而他正是因后助预言 就在系统触发敌对任务后 王宗便把宗内所有人都给换了管 准备给徒弟们安排下导师 好好提升下实力 以便应对即将到来的风魔大会 可到了李飞阵 殿十三却不愿为他转身 王宗对此也很是苦恼 为了不让玄帝转身的他看低自己 也只好用出心得的召唤机会 片刻后 伴随着一阵清脆的林林传 慕云飞神色开始逐渐慌张 生怕宗门再次遭到袭击 可下一秒 只见一位红发女子已将他揽住 这推背感让其瞬间面红耳赤 王宗看着大家逐渐迷失自悟 还有眼前女人一副玩世不公的模样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次召唤出来的净会是他 拥有玄黄境中期的殷后助预言 而他的玄机也很是离不 光是天魔大法中的天魔鹰 就把大家迷得神魂颠倒 更别提玉石剧焚这招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就越危险 哪怕是前世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李黑 都没能幸免 而就在他感慨之际 助预言已来到王丰身前 并乖巧地醒起了 随后王丰也连忙介绍 这位便是刚刚苏醒的助预言助长老 大家闻言纷纷抱拳打起了招 他看着如此热情的小家伙们 于是准备给他们一份见面了 接着面带笑意地晃动手腕上的铃铛 众弟子们也再次沦陷不能自拔 而一旁的摇跃坐不住 只见齐冷哼一声 周身寒意立马向四周扩散 这也让他们瞬间清醒 随后王丰便安排 李黑以后就跟着助长老 而十天后本宗会戴尔等参加风魔大会 希望在此期间内 大家好好跟随各自的导式修炼 回到大殿后 王丰连忙换出了系统 看着赫然显示的十万宗门之巨口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来次十连 伴随着系统一阵提示 只见无数奖励赫然出现 随后他立马将天魔大法加持几身 接着他又询问 能否用那些抽到的修为 将自己的境界提升到玄尊镜 可系统却告知 除非宿主召唤出玄尊镜强者 并提取到他的修为 否则无法提升 对此王丰也很是无奈 毕竟玄尊已然初步涉及到了法则异己 还是以后再做打算 很快时日已过 王丰一早便把大家给换了过来 看着意气风发的重量 他虽觉得在境界上有些进步 但距离期望还是差了一点 此话一出 满身伤痕的胖子连连求饶 宗主啊 您老人家就放过我吧 若是再练下去 我可就要被姚岳长老给活活打死 而王丰却凶有成组 因为他可以将之前抽取到的修为 全部加持在这几位爱徒身上 随后在其虚张声势的隔空灌底下 大家的修为纷纷有了质的飞跃 胖子已达到录像初七 小五录像巅峰 李黑王侯初七 而沐云飞更是达到了王侯镜巅峰 出来诈到的他连忙拱手感谢 没想到宗主竟有如此神奇 谁料一旁胖子却立马装了起 真是少见多怪 宗主之前就曾将叶长老的修为 从王侯镜巅峰提升至玄黄出七了 见怪不怪的王丰则询问起身旁大魔 之前让你准备的飞行工具呢 而大魔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表现的机会 本魔做事您还不放心吗 宗主看了绝对觉得兵质如归 说罢只见一只硕大的非洲 呈现在众人眼前 这时他还不忘吹嘘一反 这可耗费了我全部的脑细胞 精心按神仙宗的风格来设计 绝对符合宗主你的低调品味 王丰看着非洲上一笔一还原的茅草屋 心里也是一群不明生物在奔平 这下好了真是走到哪 都摆脱不了这间草屋了 罢了将就着用满 随后他便安排摇跃和艳势三驻守宗门 其他人则一同前往蜂魔大会 对此他也是信心满满 我神仙宗不出则已 一出则天下精 随着非洲报社而出 新的副本也即将开启 他虽有着不俗的修为和外貌 却始终逃脱不了世俗的家宿 宗门更是把他当作牟利的工具 可原因仅是他生得漂亮且毫无背景 或许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只要是普通人都会遭到无形的压榨 而就在刚才 王丰一行人正坐着霸气的非洲 准备前往耀日帝国参加蜂魔大会 与此同时神坠谷地外 神灵城内早已聚集了众多修士 大家在来到城内后 纷纷前往此处唯一的落脚点 秦运里 而楼内众人都在讨论 前来参加此次大会的顶尖天江 有的人在吹嘘非语中的夜风 传闻他已将非语云龙修炼到了第九层 虽修为还不到王侯境 但真实战力却恐怖如斯 可有的人却认为天心宗仙女李天心 才是本次蜂魔大会的最大看见 不仅有着匹敌王侯境的实力 关键身材还十分哇塞 而就在大家谈笑风声之际 只见阁楼之上 两位神秘的女子走进了一处包间 在退去劈在外侧的白跑后 一副小巧玲珑的样貌赫然出现 而他正是天心宗的李天心 片刻后 他的师尊缓缓开口 幸而 帝国太子也会参加此次大会 届时你得好好跟在他的身边 谢不可怠慢了他 李天心听完既震惊又失望 于是弱弱地问了句 这是师尊您的意思 还是宗主的意思 可他只淡默地回了句 这是整个天心宗的意思 此话一出 算是击碎了李天心对宗门的期望 随后他缓缓闭上美眸道 没想到堂堂要日帝国的顶尖大宗 竟也需要让自己宗门的女子 主动去讨好太子 可他师尊听完后 却发出了灵魂口问 已身为天心宗的弟子 从小就受到宗门悉心栽培 难道就不该为宗门奉献自己了 可就在这时 窗外却突然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 随后他在探亲不远处飘来的非洲时 也是连连吐槽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竟还有拿茅草屋当飞行器的宗门 就这也敢以神仙二字为名 可真是辣蛤蟆跳油锅找死 而初来乍到的王峰 准备先让朱玉岩和自己下去探探亲王 其他子弟和长老且留在船上 就在俩人踏进秦玉楼时 朱玉岩傲人的身材立马就成了大家的焦点 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倾城家人 哪怕只是一眼 都叫人自残行困 而这时只见一小二缓缓走 欢迎二位来到秦运队 敢问客观有什么需要的吗 王峰在见其修为后心中不禁感讨 这家客栈真不简单啊 仅是一个小二镜都有通灵镜的修为 随后也是说出了来意 我们住店 谁料小二却告知一千下品悬石一间 听到这话 愣是给王峰整个说话都批刹了 心想一间房竟要这么多悬石 这怕不是个黑店吧 我浑身上下加强 也才只有几百的悬石 而且还是沐云飞孝敬 万万没想到 我堂堂一个神仙宗的宗族 如今竟然连一间房都开不起 可下一秒他突然想到 自己应该很有钱的财队 于是连忙换出戏组 并询问之前击杀凌云一 以及常灵猴等人后 他们的财富去哪了 而戏统则把他带到了储物空间内 看着堆积如山的宝物和玄石 王峰既震惊又兴奋 果然不管在哪里 杀人越货才是发家致富之道 随后刚想跟小二要几间客房时 却不料被人出言打乱 美人 本公子可为你开一间房 在看清来人样貌后 周围众人纷纷炸开了锅 这竟是四方殿少殿主邵长风 相传此人虽整日寻欢作乐 但修为却丝毫没有落下 完了 这位出现 恐怕美人要难逃魔掌了 而这时他已来到了朱玉岩深浅 并一脸痴呆地探着他 王峰健壮则表示 难道这位兄台 愿意为我等付出七千夏品玄石 谁料邵长风却连忙扭头怒斥 就你也呗 除了美人之外 无人能让我心甘情愿相邦 而王峰听完却大笑起来 本宗还以为遇到了个冤大头 没想到竟是个穷逼 少长风自然也不是个擅长 指着王峰就是一顿威胁 今天只要你敢踏出秦韵阁 我保证让你死无全尸 王峰则十分不屑 这么说 你是不敢在这秦韵阁中动手吗 此番言论也是让在场众人惊讶不如 这家伙怕不是从哪个疙瘩角落冒出来 要知道秦韵阁遍布三大地 势力可谓是深不可测 当下又有谁敢在阁内动手 而少长风也在一旁附和 真是个跳梁小丑 可话音刚落 他就被王峰一掌拍飞了出去 直至撞他围墙 这才堪堪停下 你不敢并不代表本宗不可 这一离谱的操作 也是让众人惊得何不容忽 片刻后少长风艰难地爬起身子 嘴中静还在叫嚣 你敢在秦韵阁对我动手 而王峰则又把他的头埋进了土里 打你还需要挑地点 当然是想打就打 他不仅有着绝世的容颜 就连修为也同样在线 如今不但被男人当众调戏 德力手下还被废掉一臂 可他却只能哑巴吃黄莲 有口说不出 谁让他遇到王峰记的老六人 而在这之前 王峰一行人刚踏入情运阁 就遇到个不知死活的四方殿的少殿主 他不仅想把朱玉岩收作小妾 还仗着此地的规矩当众威胁王峰 而王峰可不管什么三七二十八 直接让他与大帝原地结婚 可就在这时 一道诡异的身影急迟而来 王峰见来人皮肤生得如此血白 也是惊得连忙退至一旁 此时男人终身动发出骇人的灵气 面露猙獰的怒斥 感动我四方殿的少殿主 今日你必死无疑 说罢便静止朝王峰走去 吃瓜群众也是被惊出一身冷汗 这是四方殿的长老鬼熊 要知道他可是玄黄镜的强者 看来这场风波 注定不能善良 之前巨大的动静 也是将李天心试图吸引了怪 女人看着王峰不着调的举动 心中一阵以为他就是个跳梁小丑 如今鬼熊长老一出 他必死无疑 可一旁的李天心就不一样了 他觉得此人敢在秦韵阁动手 背后定有所依着 而王峰这边 他竟朝着鬼熊竖起了十指 并十分挑衅的示意 狠话都放出来了 怎么现在又不敢动手了 与此同时 只见一只玉卒缓缓缓走下楼梯 阁下 我秦韵阁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了 鬼熊在看清来人后 连忙上前恭敬的刑期里来 四方殿鬼熊见过竹琴长老 此话一出 周遭瞬间变得吵杂起来 我的天没想到 王峰真是不枉此行 而王峰在见到如此佳人后 竟立马冲他抛露的魅眼 一顾清城 再顾清国 本宗今日有幸遇见姑娘 不知能否到房内一许 我亲自给你赔礼 看着竟有如此色胆的王峰 吃瓜群众瞬间猛逼 卧槽 这小子怕不是疯了 不跪地求饶就算了 还竟敢调戏竹琴长老 可真是恶狗下毛房 就连一旁鬼熊都差点没笑出声来 而此时竹琴逼着美眸开口道 阁下的胆子还真大呢 谁料王峰依旧嬉皮笑脸 并回了局 也没多大呀 也就一点大吧 下一秒 竹琴双眸猛然睁开充满杀气 阁下在我秦韵阁出手 破坏了我这的规矩 不知阁下打算如何收藏 王峰看着无比忧愿的阁主 先是一脸歉意地表示 本宗本无意冒犯秦韵队 但人不犯我我不犯你 无论在什么地子 敢冒犯本宗的都得死 如今那小子没死 已经是本宗看在秦韵阁的面子上 手下留情了 谁料话音刚落 鬼熊进风了誓得冲向王峰 臭小子 你不仅敢在秦韵阁大放厥词 还想要杀我四方殿哨子 今日我就取了你这条狗命 可这是一条绿色丝带 挡在了王峰身前 不宜会助于言以致 并用丝带牢牢缠住了鬼熊的手 仅仅是飘散的气味 就已经让他瞬间失了志 而此时助于言则咧嘞嘴一笑 正所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多一币不如少一币 鬼熊长老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此刻鬼熊的哀嚎声响彻整个阁楼 见了如此震撼的一幕 周围众人纷纷发出惊呼 我滴规规这小子真有后手了 此女禁用一根丝带 就轻易扯断了玄黄境强者的臂股 怕是在三大帝国境内 都是顶尖的存在 阁楼上的李天兴眼前一亮 心想此人或许可以助我逃离苦 一旁竹琴见此一幕 逗大的汉珠不停在脑门低目 绍长风更是被吓破了 此人若要杀我 恐怕就连竹琴长老都不一定跑得住 而王丰则显得满足在意 本宗不挑事 不代表本宗怕事 若姑娘执意要为了所谓的规矩 与本宗为敌 那我今日便拆了你这秦韵阁 看着眼前如此霸道的男人 周围之人无不为之汉影 此人未免也太嚣张了 要知道就算是三大帝国的大帝 都不敢说出这样的话来 相较于他人 竹琴则显得极为淡定 心想此人的实力 的确让我都未知颤抖 但秦韵阁可不止我一味玄黄 而王丰见他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便再次出言提醒 若姑娘不信的话 大可以是谁 若跟男人当众挑衅帝国顶尖势力 谁料不仅屁是没有 结果对方还反手送了张白金贵冰他 原来是他在祝玉岩身上 嗅到了一丝威胁 所以这才大事化小小事化的 而在这之前 王丰看着竹琴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 便再次好心提醒 若姑娘执意要追究此事 就是不知道这因我 你能否承受 听到这话本还淡定无比的竹琴 心中莫名多了一丝畏惧 心想此人太过神秘 并且他身旁的女子太强 恐怕连我都不是对手 倘若真的僵持不下 受损的必定只会是我们秦韵阁 若非这个顽固子弟 秦韵阁又怎会陷入这等两难之地 而就在他束手无策之际 只见一位老者缓缓走开 接着他竟直接拿起 寻预言的丝带 开始仔细品味起 可下一秒 他立马神情呆滞眉头紧紧 原来他嗅到了来自强者的味道 而当他出现在众人视线时 四周瞬间一片哗然 天啊 竟然连副阁主秦升长老都被惊动 要知道就连帝国皇室 都要给他几分博眠 看来那个叫王丰的小子要惨 竹琴见他到来刚想出言几事 却被秦升抬手打断 随后便禁止走到王丰身前 此次事件阁下出手事出有因 我秦韵阁便为阁下破一次力 你之前也惩罚了邵长峰 鬼熊长老也因此而断定 我想此事就此结果如何 王丰看着眼前白发苍苍的老人 心中不禁感叹 没想到这小小的秦韵阁中 竟还存在着一尊玄黄巅峰的大夫 真不愧是让三大帝国 都十分忌惮的强大势力 此时王丰并不想与他结下两子 便欣然答应了老者 谁料他在憨笑起身后 竟当着大家的面掏出了一张精致的卡片 并表示这次阁下在我秦韵阁中 所有的费用均全免 且阁下将成为我秦韵阁的贵宾 但凡在帝国境内的任何分隔中 皆可享受八折优惠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纷纷扎舌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人破坏了此地规矩 秦生长老不仅没有追究 还送出了一张白金贵宾桶 恐怕整个耀日帝国拥有他的都去之可使 这时王丰顺势接过卡片 既然如此那便多谢了 随后秦生恭敬地伸出左手 邀请王丰上楼 谁料他却闭上了双眸 嘲笑长风撂了句狠话 希望你别踏出这秦韵队 否则你就死定了 于是便在双指上凝出了一母剑气 接着大手一挥直指鬼熊的残笔 鬼熊看着自己的断笔 在眼前被轰得粉碎 心中的怒火再也压着 连忙乐狠狠地看向王丰 可还不等他开口 王丰和朱玉岩便再次出声 转瞬间他的脖子已被丝带牢牢缠住 而一旁的秦生 则十分识趣地指着天花板 竹琴啊 你看这屋顶上 怎么好像多了个蜘蛛王 此事过后 王丰便吩咐身旁的朱玉岩 让他把其余的人都叫下来 接着便同秦生走上了阁楼 少长风在剑气走后 便连忙来到鬼熊身前询问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鬼熊则忍着剧痛表示 你身上应该有店主的传音灵符吧 听到这话 少长风连忙将其从铺当中掏了出来 父亲在我临行前 曾给过我一块传音灵符 那就好 马上联系店主 让他带领四方店的强者前人 务必将此人击杀在这神灵城中 如若不然你我皆要死 少长风听完后不敢有丝毫怠慢 连忙将令牌扔给一旁手下 并让其赶紧联系店主 可做完此事 他又跑到鬼熊身前询问 那接下来 我等该怎么办 而鬼熊则回了一个等子 谁料他又弱弱问了句 那风魔大会我等就不参加了吗 看着眼前如此睿智的少主 鬼熊也是被气得连累怒斥 你若是想死那便去参加吧 说罢便忍着剧痛向屋外走去 只留下呆愣在原地的少长风 他本还想回自己的房间 但一想到王峰狠辣的手 也是不由地咽了咽口水 接着立马会溜溜地向门外追去 一旁吃瓜群众不禁感叹 没想到堂堂要日帝国 底尖大宫的少殿主 乃至玄黄静的高手 有一天也会沦落到这等地步 女人只是冲着天空交传了一声 结果就生出个三岁大的小女孩 别看她长相极其可爱 实则修为却高的离不 仅一眼便看出了王峰的真实古灵 还有隐藏着的玄黄静巅峰修为 殊不知 女孩才是李天心的正牌师尊 就在王峰等人被请上阁楼后 秦升更是魄力把他们带上了第五层 相传只有顶尖大宗的强者 才有资格踏入其内 众人见他道来 纷纷恭敬地上前抱拳行礼 可到了王峰这 却都沉默不语十分不屑 好在秦升连忙替其解围 诸位 这位道友乃是神仙宗王峰王宗主 而王峰也连忙向众人行礼 此时他的嘴角浮过一母笑 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都一样 只要适当地威慑一番 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否则也不可能有这等理念 而在经过秦升的介绍后 大家竟直接变脸 转头就拍起了王峰的马屁 王宗主果真是年轻一代的翘楚 这个年纪变成了一宗之主 着实令人羡慕 更有圣者想要登门拜访一番 而王峰却看出了他们的小心思 虽表面上说的风轻云淡 实则却是想探一探神仙宗的底蕴 不过他们还是太小看了 来自26世纪海王讲瞎话的能力 王峰随即大手一挥开始表演 实不相瞒 我神仙宗乃是上古影视大宗 近日方才复苏 只以我宗第五代通天教主 他站着修为逆天与天国斗 在迷战9982天后 最终还是输了半子 随后被天降下诅咒 我宗这才不得不隐藏起来 以躲避天之诅咒 幸好第九代宗主齐天大圣 强势崛起 独自一人硬汉天道 终于以自身性命为代价 破解了天之诅咒 让我神仙宗得见天日 而他老人家在临终前 便把宗主之位传于在下 本宗这次也算是第一次入世 还望诸位道有多多指点 谁知在他一番极其逼真的演技下 周围众人被忽悠的目瞪口呆 影视大宗四个字不停在脑袋中盘旋 王峰看着他们久久不语 心中不免生出得意之色 前世我好歹号称 蔡徐村第一瞎话王 今天不把你们忽悠权了 都感觉对不起我这个称号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徒弟们也都信了他的鬼话 小五和胖子直接待在原地 逗大的汉珠不停从脑门滴落 大魔爵的有这等强大宗门做靠山 还怕的鸟的药日大饼 就连斗地转世的李黑都为之汗眼 与天搏斗且还只输绊子 这是何等的可怕 难怪宗内总有莫名其妙的强者复苏 而缓不神的秦升连忙来到王丰身前 再次为之前的无礼道歉 随后在一阵商业互吹后 竹琴悄悄来到秦升跟前小声询问 您觉得那位王宗主的话 有几分可信度 他则意味深长地看向王丰 我想不日变之分析 四方便可不是那么好招人 能等五分可信 若是挡不住 那就是个跳梁小丑吧 听完这话 竹琴似乎越来越期待了 他是真的想知道令自己吃饼的王丰 是不是如他说的那般恐怖 另一边的房妹 李天心的师尊可被气坏了 他可不信有人能与天搏斗 真是个不知从哪蹦出来的小丑 我倒要看看面对四方殿的怒骨 你那所谓的上古影视大宗 又该如何抵挡 说罢他便直接推门而出 表示要去拜访下四方殿的少主 带琴走后 李天心则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师尊 您可以出来了 片刻后 只见他的胸前涌出一丝血色灵气 转瞬间竟从中走出了个女 你那个名面上的师尊 还当真是个凶大无脑的家伙 听到这话 李天心连忙开口询问 您觉得那位王宗主所说的是真的吗 女孩虽不敢百分百确定 但觉得还是有很大可能 因为他之前近距离观测过王丰 虽然他身上有着神秘力量遮掩 但在那一瞬 为师还是发现了他的真实修为 玄黄镜巅峰 李天心听完虽有些惊艳 但一想到那可是上古影视大宗 便觉得也算颇为正常 可女孩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瞬间花容失色 若为师说他的年龄只有二十出头呢 方才我不仅看出了他的修为 还特别注意了下他的鼓励 也正因如此 为师才猜测 那位王宗主所说的怕是真的 李天心听完连忙捂着小嘴惊呼 二十出头便达到了玄黄巅峰 怕是放眼整个三大帝国 也没有这等妖念吧 他明灵毫无修为 却一手创立了个隐世大宗 如今只是一个隐世 不仅吓得当时大佬瑟瑟发抖 就连当朝太子的心爱之人 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原来他觉醒了个最强宗门系统 只要不断收图就能召唤诸天强者 离谱的是 竟还可以原神启动 而抽到的修为全部都能加持己身 即便是顶尖天才 二十出头只不过是录像而已 可他却遥遥领先 达到了恐怖的玄黄巅峰 如今更是卡起了风魔大会的伴 带着爱徒们一起进入了神坠底 而在这之前 自王峰一段极其炸裂的表演后 愣是把诸多强者忽悠成了三岁小孩 三日后风魔大会如期举行 广场之上一早便围满了多方势力 可令王峰疑惑的是 主持台上为何到现在还空无一人 随后再询问身旁秦升长老后才得知 原来主持这次大会的是陈列将军 他号称帝国战神 不仅统率着整个帝国军队 修为还达到了玄黄境巅峰 听到这话王峰心头一惊 看来那要日老二 对风魔大会还挺重视的嘛 只是一个主持 就派出了此等强者 而一旁的大魔却笑出了忠相 那老头怕我突破风音 可真是怕得紧啊 片刻后 原本晴朗的天空 瞬间被一片阴影遮住 大家连忙抬头查看 只见一艘霸气十足的非洲 骤停在了广场之上 而来者正是陈列和耀日帝国太子梅穿裤子 随后他俩便来到了主持台上 大家见状纷纷恭敬地向其行为 唯有王峰在一旁赶盘 这几天所见到的顶尖天骄 只有几人达到了王侯镜中期的修为 没想到这梅穿裤子 竟然达到了王侯镜后期 可就在这时 一阵剧烈的声响打断了他 原来是陈列在宣布大会规则 此次风魔大会将会取消所有限制 三日内击杀魔物最多者获胜 此话一出 台下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的脸色也开始拨云转移 因为若是没了规则的限制 那这次大会恐怕会血流成狠 甚至有些人还会不易猎杀年轻天骄 简直恐怖如斯 很快一个巨大的箱子被抬到了台前 里面装的正是风魔令 只要在神坠谷地击杀魔物 他就会自动吸取魔器转化为基准 魔物修为越高则分数越高 最终积分最多者 便是这风魔大会的获胜者 这时有人询问 若是令牌被夺又该如何 陈列听完双眸之中 净显不屑 那就只能说明一点 你不配拥有那枚风魔令 说吧他便将箱子推翻 令牌也随之飘向空中 不怕规则残酷的天骄 可上高台领取 怕死的就可以离开 此次大会虽有着极高的风险 但奖励也是极其丰厚 所以大多数人并没有力 反而一拥而上抢夺令牌 而王丰则显得丝毫不慌 在将贵宾卡甩给身后长老后 便带着四位爱徒去争抢风魔令 同时陈列宣布 此次风魔大会正式开启 所有拿到令牌者 且随本将前往古地风魔之处 竹琴在看见王丰也在人群之中后 便连忙询问身旁秦生 王宗主虽住严肃很是厉害 讲道理他应该不满足 三十岁以下的参赛年龄吧 秦生看的也是一头雾水 他也许只是想护送宗门弟子 前去神坠谷地吧 片刻后 王丰等人已来到了秘境入口 即便已被封印 但其内还会涌出几丝魔器 胖子看起来似乎有些担心 但丰总却十分惬意 因为以他现在的修为 足以秒杀所有参赛的天骄 与此同时 李天心随着眉穿裤子顺势落地 看着眼前的心爱之人 裤子的舔狗之魂瞬间燃烧 心儿 这一次你就跟在我身旁吧 可李天心从落地后 就好似在一直寻找着什么 见其发出邀约 于是冷漠地扭头说了句 不必了 此话一出 父子的手下们不乐意了 随即就要上去教训一番 而作为忠实的舔狗 父子连忙抬手将其拦下 这一次的风魔大会规则残骨 你就不要再任心 跟在我的身旁可保女恋 却不曾想再次遭到 李天心的无情拒绝 随后他便禁止朝着王丰走去 被多次拒绝后 父子神情逐渐阴转阵雨 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爱我 肯定是怕连累我 才没有和我组队 对一定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独特的品货 那就是喜欢把看上的 美人制成浴室 然后再把他们打造成一本胶 让其永远陪着自己 殊不知 李天心早已发现了这个秘密 故而才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王丰 神仙宗也因此在天一位 八品炼丹大师 而在这之前 就在众人争着进入 神赘谷地之际 然而王丰却在悠闲地 品着二手拢紧 这时胖子似乎有些纳闷 于是开口询问 为啥我们不进去 要知道封魔大会 只有三天时间 若是去晚了 魔物岂不是被其他天骄杀完了 谁料王丰听完不仅毫不担心 反而还露出了义母笑 小伙子 急什么 魔物被杀没了 不是可以抢那些天骄的吗 聪明人谁还费内劲 此话一出 胖子顿时毛色顿开 你人还怪好嘞 也难怪你能当上宗主 而王丰则给了他一个小眼神 让他自己体会 这时李天心已来到王丰身前 并向其恭敬的行了更 王丰见状显得有些差异 不知李姑娘来找本宗所为合适 他听完直言不讳的表示 天心想加入神仙宗 还望王宗主能够收留 这一离谱的操作 愣是给王丰吓了一跳 难道之前自己吹牛吹过了 他不会只听了片面之词 就想加入神仙宗吧 想到这他连忙询问 天心宗在这耀日帝国 好歹也是绝顶宗人 李姑娘又为何要加入我神仙宗呢 这时他的额头不由冒出了一滴冷海 许久才道出了原因 其实天心宗看中的 并非是我的修炼天赋 而是我的美貌 他们想利用我攀上 耀日帝国的太子 没穿裤子 可王丰却觉得 虽然天心宗是在利用 但帝国太子的身份 应该也足以配得上你 太子的身份尊贵 若是能与之相合 哪怕是被宗门利用也罢 但令天心没想到的是 太子虽惊欲其外 但败续其中 王丰听完满脸期待 因为他能感觉到 其中必有大怪 这时李天心 缓缓道出了原有 以此我受邀入宫 结果误打误撞 闯进了太子殿 可当我走进殿内后 却发现屋内的装饰 十分诡异 尤其是摆放在 最中间的座椅 可就在我准备 仔细端向一番时 没穿裤子 却突然走了进来 于是我便连忙躲了起来 而他在坐到椅子上后 便从裤裆中 掏出了一枚印章 仔细端向了起来 天心中的头号 美人李天心 你何时才肯跟随 在本太子的身边 起初我只是当 那是一把普通的椅子 直到他将印章 落在那把椅子上 我才发现他竟然是活的 听着他们 不断发出圣人的哀嚎 那时我才突然意识到 这个太子究竟有多恐怖 后来经过打听才知识 这一切都是那枚印章所指 传闻只要被他印记 活人就会变成玉石 而没穿裤子则用他 将最喜欢的几个美人 变成了一把椅子 得知这一切后 王峰眼眸中闪过一丝杀意 他没想到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太子 背地里竟是个变态人渣 于是便在心中暗自发誓 带道和耀日帝国撕破脸时 并要先拿这个禽兽祭道 可令王峰不解释 你明明知道这一切 为何不直接判处天心宗 李天心则显得十分无奈 我的家族都在天心宗境内 一旦判出家族必亡 目前也只有您敢与帝国为敌 故而也给了天心一个希望 可老六王峰又怎会被人摆平 你又有什么价格 能让本宗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收下你 天心宗只知道我修炼天赋卓越 却不知道我有这种修为 皆是靠着我炼制的丹药 而我实际上是一名八品炼丹大师 此话一出 可把小五和穆云飞给惊呆了 要知道早在百年前 就因不知名的原因 导致炼丹师和阵法师等 天门修炼之道的传承断句 如今在三大帝国中 能够达到八品以上的炼丹大师 绝对不超过五指之数 而双十年纪的八品炼丹大师 更是闻所未闻 小五也万万没想到 这样一位天才竟会主动求着 要加入自己之前轻易进入的宗门 可这时王峰却转过了身去 炼丹师或许对别的大宗 是个极其宝贵的存在 但对于神仙宗来说 不过是可有可无罢 我们走吧 实则是因为系统的存在 即便没有丹药的福 就凭抽到的修为 也能让弟子们的境界匆匆往上涨 此话一出 李飞直接愣在了原地 久久不能平复 他没想到李天心这等绝世恋丹天才 即便自己前世身为玄帝强者 都恨不得岛履相迎 宗主竟会将他拒之门外 同时李天心神情中多了丝落寞 打扰了 天心告辞 还请王宗主与诸位道理 莫要将之前之事说出去 天心败谢 说罢便默默地拧头 朝着反方向走去 可没走紧 身后就传来一阵呼喊 你去哪 本宗所说是去神坠谷地 你之前的请求 本宗答应了 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家族 本宗保了谁动谁死 哪怕是要日帝国来了 也必灭之 胖子见他还在发呆连忙提醒 还愣着干嘛 趁宗主为反护 赶紧搅入门飞 缓过神后 他便立马奉上了全部家党 弟子李天心 此后必为神仙宗聚功尽瘁 他表面上连瓶盖都拧不胖 实则却是来自川瑜的母报 平日最大的爱好就是揍胖子 不把他打得面露全非绝不罢 只因胖子拥有玄灵归仙之体 被揍得越粉收尾就提升得越快 就在刚刚 王丰成功将李天心收入挥下 随后一行人便来到了 煞气肆意的神坠谷地入口 伴着胖子不断的哀嚎声 王丰等人顺利着陆 他看着胖子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脸上反而露出了惬意的笑 你不是说这里头的重力极强 想让我们销李一成的吗 而胖子则立马反驳 俺说的是烧一成 是烧带的烧 不是销人的销呀 谁料话音刚落 母豹龙小五已经开始跃跃欲试 紧接着一拳结结实实地 砸在了胖子的脑壳上 随后只听瘟的一声 他直接开心地飞了出去 这一离谱的操作 看得新来的李天心冷汗直流 于是连忙上前询问 师姐 你们这样接力揍大师兄 难道不怕伤了他的根基吗 小五则立马给他开启了小课档 你不知道大师兄拥有玄灵归仙之体 被揍得越狠受益就越大 以后你要是没地方撒气 去找他准没错 李天心听完这才明白 原来他觉醒的是撒气圣体 也难怪能成为咱们的大师兄 片刻后 小五看着眼前的景象 不由惊呼了声 前面的这片区域好奇怪 这些珊瑚礁般的东西是什么 而挂在半空的胖子则解释 我看清楚了 这不是珊瑚礁 好像是某种植物的灯 他们看起来像在倒着生长 可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传来了一阵异性 好似有人再向这边快速一动 随之而来的巨大动静 吓得胖子直接从树根上掉下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一只双目空洞的猿猴 赫然出现在众人头顶 看着他呲牙咧嘴的样子 胖子着实被吓了一场 而王峰则显得格外淡定 这应该是被感染的魔兽 修为大概在王侯镜巅峰 你们谁上了 此话一出 胖子瞬间开启了头脑风暴 听闻神坠古地中的魔兽凶残至极 一旦战斗便致死方凶 我看我还是先抖一波吧 就在众人思考之际 没想到沐云飞竟第一个占了主 只见他缓缓抽出手中长剑 嘴中力喝了 生我来吧 随即双目死死盯着眼前的猿猴 嘴角更是扶过一母笑 王峰见他如此自信 连忙对其竖起了大拇指 其实他也想知道 经过叶孤城这一段时间的指导 沐云飞究竟成长到了什么地步 而李天兴则没开二度 要知道那可是王侯镜巅峰的魔兽 通云魔猿啊 怎么感觉在宗主以及牧师兄的眼中 就好似一只寻常小兽 可以任意欺凌的样子 而这时魔猿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 只见他先用尾巴缠住树干 接着不停地飞速旋转 然后将灵气汇聚于拳 最后直接松开了尾巴 朝沐云飞暴射而去 可他不仅没有丝毫打气之子 反而还打喝了声 来得好 说罢双指猛然划过长剑 一股淡蓝色的灵气迅速环绕剑身 随即将长剑横在身前 再次暴喝了声 天红一剑 魔猿在接触到剑尖的那一刻 直接被镇飞牵离开外 此时他手掌已然断裂 嘴中不断发出圣人的哀嚎 但沐云飞又怎会放过他 只见他高高跃起 直接一记横劈向他脑门砍去 一个毫无修为的一风之急 却把一众废材培养成了顶尖添交 之前还是别人俘虏的小徒弟 如今却成了独当一面的绝世剑袖 仅凭一招天红一剑 直接将王猿巅峰的魔猿击退百米开外 奈何对方皮操肉后 在此重击下也只受了轻伤 片刻后 魔猿抄起铁拳暴怒地冲向沐云飞 就在两者激烈地碰撞之间 一旁观战的李天兴震惊不已 他没想到看似平平的神仙宗 坐下弟子竟会如此生亡 此时魔猿已跃至树干之上 在一阵蓄力后 只见他双脚猛然踹向沐云飞 谁都要在这一次的碰撞下 魔猿静一脚踹碎了他手中的长剑 接着高举双拳就要砸扁眼前的奶 而沐云飞则显得格外淡定 甚至还有空吐槽了句 怎么又只剩下剑柄 随后蔑视地看了眼魔猿 接着单脚轻轻一跃 不仅轻松躲开了此次攻击 还顺势来到了魔猿父母 随地直接用剑柄抵在了他的肚子上 这一离谱的操作 也是看得李天兴很是无语 完了 沐师兄竟然忘了自己的剑 只剩下了剑柄了 谁料魔猿在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后 直接从高空坠落倒头就睡 沐云飞则真男人从不回头 见此一幕 李天兴捂着小嘴惊呼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沐师兄用一柄没有剑身的剑 就杀死了通天魔猿 一堂王丰却早已看透玄机 谁说那柄剑没有剑身 只是你看不到吧 这时沐云飞双指倾挺 嘴中大喝一声起 魔猿腹部的剑柄应声而起 而原本破碎的剑身 却被一股凝实的灵气所替代 见此王丰颇为满意 看来沐云飞已经初步掌握了 西门长老的华容剑岛 片刻后 只见魔猿周身燃起一阵金光 沐云飞连忙将其往封魔令中牵移 带金色能量全部涌入其中后 令牌之上竟显示出了一万机份 可就在他将此事汇报王丰时 身后的魔猿竟突然浮起 小五剑状连忙提醒 牧师弟小心身后 同时魔猿的身体竟不断向外翻涌着红色灵气 转瞬间就形成了一条凶猛的鲨鱼 并迅速向沐云飞扑去 来不及反应的他直接中招 随即忍着剧痛凝气成剑 虽然将凝食的鲨鱼劈成了两截 但由于刚刚击杀魔猿的消耗过大 剩下的玄器也仅能够支撑自己 施展最后一次华容剑岛 看着化成血水的鲨鱼 牧云飞心头一惊 这竟是巨杀化血 看来偷袭我的根本不是魔兽 而是其他天骄 目的应该就是封魔令 谁料就在他遐想之际 原本被斩断的血杀竟再次凝食 并迅速扑向毫无防备的沐云飞 危险了危险 八品炼丹师刚入宗就受伤了 后背更是被划出了一个大口 而过得最苦 很显然又是大冤种胖子 每次打架都要被扔出去当人肉盾吧 原来就在沐云飞耗尽 真气斩碎扑来的血杀后 谁料他竟又悄悄地再次凝聚 并从沐云飞的视野盲区发动偷袭 千军一发之际 只见李天心一个飞扑就下了 但也因此后背受到了重创 见二人已无还手之力 血杀猛地一头钻进了地底 并迅速化成了一滩血水 同时贴在魔猿腹部的浮路 正不断发出耀眼的红光 片刻后 血水中竟钻出了三个蒙面大汉 为首之人见魔猿已无利用架指 随即一脚将气踹飞 接着露出了负极其猥琐的样子 看来今天的运气还不错 比赛才刚开始 一招血浪沙就解决了两名王侯境的境地 李天心文言后这才明白 眼前之人多半是沧海宗的天骄冯墓 因为能用操血浮操纵生灵血液的 悬刹古地中也只有他 而冯墓在发现是李天心后 心中似乎还有点喜悦 没想到天心中的仙女李师姐也在此地 还这么不凑巧往我的血浪杀嘴上凑 李天心则十分不屑他这种行为 你作为要日帝国大宗沧海宗的底间天骄 竟也好意思做趁人之威的事 听到这话 冯墓直接扯下了遮在脸上的面子 接着满脸净显贪婪之色 只要能获胜 本公子用什么手段你管得着吗 倒是你和同伴都已身负重伤 不想丢掉性命的话 就乖乖过来好好伺候本公子一本 小五和胖子见证 本想上前教教他如何做人 却不料被王峰点谈的想法 因为他想看看李天心会如何硬本 此时他颤颤巍巍的爬了起来 想让我答应你说的 最起码要让我先疗好伤吧 冯墓见他如此上到 连忙吩咐一旁小弟弟些疗伤单要过去 却不料被李天心当场拒绝 接着只见他在怀中一阵摸索 最后掏出了一个蓝色灵气环绕的葫芦 片刻后 一枚夹杂着雷电之力的弹丸被盗了出来 他先是令其漂浮在空中 然后快速用葫芦底部将其击飞 就在两者碰撞之际 庞大的雷电之力瞬间涌出 还不等冯墓做出反 他全身已被禁术包裹在内 随后在雷电之力的不断侵蚀 他的惨叫声响彻在整个霞屋 身旁两个小弟见状吓坏 连忙开口询问 冯师兄你没事吧 谁到这时他却装了钱 区区雷吉就是在给我挠痒 又岂能伤得了我冯墓 小弟们听完纷纷露出崇拜之责 冯师兄果然厉害 真不愧是我们沧海宗的顶尖天骄 然而冯墓在一番运气过 竟用一山转海 直接把雷吉置换到了小弟身上 此时小弟不甘地询问为什么 而他则根本毫不在意 你只不过是沧海宗的普通弟子 待我这个顶尖天骄承受雷吉 也算是死得其所 见此一幕李天兴瞳孔威震 他没想到眼前之人竟会如此残忍 为了活下去连同门都不放 然而冯墨却把锅都甩给了李天兴 若非你不识好歹 他又岂会死 非要逼本公子落手摧花 说罢他竟将符露贴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随即大喝了声浪涛四十 转瞬间从他手臂之上钻出了数条血纱 接着迅速融合在了一起 最终形成了条巨大的血精朝目云飞二人扑曲 可就再要接近之时 只听喷的一声 二人这才惊讶地发现 胖子竟拿头与血精硬钢了几 在如此沉重的攻击下 胖子连连吐槽 你压得要催花就催花 干嘛把我给催了 还有那个在看戏的老六宗主 自从发现我拥有玄灵归先之铁 就把我当成哪需要救王奶般的人肉盾牌 真是气死本胖魔了 少爷想把杂衣带回去暖床 可他却将少爷的龟头拧成了麻花 而他之所以赶这么紧 只因他乃玄帝转世并守过神器 如今面对前来挑衅的两个小丑 一见便让他们双双把家伙 而在这之前 胖子再一次充当起了人肉盾牌 对此他也是有苦说不出 只能趁王峰听不见时问候一下他 待一阵激烈的碰撞后 王峰缓缓来到沐云飞的身旁 今日的教训你可有记住 他则略显紧张地表示 这一刻自己永远也不会忘 随后王峰恶狠狠地看向冯墨等 本宗本想让弟子自行历练一番 没想到你们几个跳梁小丑非要作死 那我也只好送你们一程 冯墨看着眼前无比稚嫩的王峰 直接张嘴就喷 喂喂喂 谁是他的家长 赶紧把他领回家 而王峰则扭头看了看身后的李飞 若是让你击杀这几个跳梁小丑 你需要出几件 此话一出 黑总歪嘴轻哼了声 随后一股圣人的紫色灵气 在其周身四散而开 一箭足矣 李天心则趁机掏出了颗九位帝皇丸 可就在他服下时 胸前却钻出了一抹红色灵气 看着眼前的世尊 李天心也是十分委屈 刚刚你徒弟差点就没了 世尊你怎么这时候才说 女孩则淡定的回了句 有神仙宗的王老板作证 你们不会有幸运之威 再加上你的丹药 即使受伤也很快便能无用 我出来就是想看看 你的这位李黑师兄 如何能一箭解决沧海宗的天交 与此同时 黑总已拔出了手中的长剑 冯沫看着他又黑的眼淡 还以为他是个病娘子 哎呦 没想到尔等飞了 也敢妄言一箭解决本天交 但若是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们 随后直接拍出一场浪涛武士 黑总看着朝自己 急驰而来的血沙 先是侧身闪躲 接着单脚用力一蹬 一招流畅的滑铲又躲过了一眼 可这还没完 这一次他选择拔剑正面硬钢 看着他飘逸的身法和灵活的思路 女孩对其赞不绝口 慈子竟知道浪涛武士越往后越强 故而用浪涛第三和第四是 抵挡最强的第五是以抢破力 冯沫见自己最强的招式已被破解 傻站在原地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突然 烟雾中竟钻出了一柄黑色长剑 而持剑者正是安然无恙的黑子 谁料这出其不意的一剑竟被徒手接住 冯沫随即呵呵大笑起 我还以为你的这一剑有多厉害 最后还不是被我守到起来 看着眼前的画面 李天心朝他冷风一声 你还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夹住剑的明明是你的师弟 随着黑总的长剑缓缓入枪 两名小丑纷纷倒递不起 女孩见状不由惊呼 真是好厉害的一剑 慈子恐怕才是神仙中真正的天骄 这时李天心悬着的心也能放下 我还以为李飞师兄这一剑失败了 可惜的是 他终究还是食言了 刚刚肯定不只用了一剑 然而他身旁的师尊则给出了正解 你倒很未够 为师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刚才李飞真的只用了一剑 在极快的一剎那剑 同时完成了斩首和幻动 听到这话 李天心的额头流出了一滴冷汗 他没想到神仙宗每个人都这么 另一边 黑总已将缝墨的积分传到了蜂魔令中 接着一把将其甩给了王丰 王老板看着蜂魔令上显示的数字 也是露出了一母笑 果然 抢夺才是最快获得积分的方式 神仙们只因击杀沧海门的天骄境 以来杀身之火 其宗门长老更是不惧众人颜面当场出手 却不料叶孤城只是手拿蚊子轻轻挥了出去 竟直接将这实力强悍无比的长老击杀 此时众参加大会的宗门正齐齐地看着眼前的蜂魔榜 这榜单赫然是帝国太子玉匪占据第一名 无数人纷纷开始夸赞起来 这玉匪不愧是帝国年轻一辈中最顶尖的存在 此次蜂魔大会的榜首非玉匪太子莫属吧 不过让老夫没想到沧海宗的少宗主 故让之竟能位列第二名拥有两万计讽 沧海门长老连忙谦虚起来 林长老你非与宗少宗主于太也丝毫不弱 已经逼近了沧海宗少宗主 刚刚开口的林长老也笑起来和沧海门长老闲聊起来 然而就在两人聊得尽兴之时一旁的弟子突然开口 冯莫怎么没了 那沧海门长老顿时暴怒到什么没了会不会说 肯定是我们冯莫得到积分名次提升了有什么大惊小怪 可当他看去之时顿时被吓了一打听 连忙跑上台 陈列将军我宗天交冯莫的名字在封魔榜上突然消失了 您看是不是封魔榜出了问题 陈列却直言不讳 封魔榜不可能出问题上面没有他的名字的唯一可能 便是冯莫已经被人杀死了 文言沧海宗长老顿时大叫起 是谁敢动我沧海宗的天交 突然李天兴所在的宗门长老直接开口提醒道 陈长老神仙宗宗主王丰的积分跟冯莫的积分一模一样 或许就是他杀的 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巧 冯莫名字刚刚消失 他就立马蹭到前二十年 文言沧海宗长老顿时大怒朝着神仙门看去 你们神仙门真是好大的胆 既然你们的宗主敢杀我 沧海宗的天交那本长老便杀了你们长子 顿时他浑身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施展出沧海门的绝血 一股强大的海浪直直地朝着神仙门众人喜去 刚才出声提醒的长老顿时冷笑起 沧海宗的陈长老可是玄黄境中期级别的强者神仙宗这回死定 却不料这是神仙门中的叶不成缓缓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手中凝聚长剑稍微朝着前方轻轻一指 下一刻那凝聚出的剑光竟直接突破 从层海浪直指沧海门长老 只是一瞬间这剑光直接将这沧海门长老头颅洞穿 随后那剑光却并没有消失 直直朝着后方陈列射去 当陈列挡下攻击后才发现这神仙门长老 竟然随手用一只蚊子便击杀了一名玄黄境中期强者 他直接朝着后方下令 去查一下这神仙宗是什么来源 刚才出声提醒的女长老此时也是不甘 这神仙宗的人怎么一个比一个恐怖 而秦韵阁长老也是大惊 他们先是用一根丝带扯断四方垫鬼熊长老一臂 然后又用一只蚊子击杀沧海宗陈长老 这神仙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宗门 前方坐着的副阁主顿时开口 我也不清楚他们 但我知道这神仙宗是秦韵阁必须交好的宗门 神仙门参加敌对帝国的大会 不仅在其中大开杀截 甚至还将皇子手下的女人抢走收作徒弟 才在其他各大拥有强悍实力的宗门争夺宝物之时 神仙门想的却是将这些势力全部一网打击 与此同时一座山谷之内 各大势力齐聚眼巴巴地看着眼前盛开的花笋 神仙门也在此时感到的外围 静静地观察着眼前的遗体 小胖子却在这时不合时宜的开口 堂王补禅黄却在后有名这样老奸巨华的宗主 神仙宗和仇不昌生 可这时男人却有些疑惑 他们这么多人围在柯菜前做什么 该不是倒是和尚抢摘吃 李天心这时连忙站出来说的 这一株紫色花朵名为紫灵玄花 以他炼制出的紫灵玄丹 能够提升王侯境巅峰强者 突破到玄黄近50%的概念 这男人连忙继续询问道 这些人你都认识吗 魂眼李天心也介绍了起来 这一波是顶尖大宗非语宗的弟子带头人 是非语宗顶尖天骄叶峰 另一波是大宗无相宗的弟子带头者 是无相宗顶尖天骄无念 无相宗是佛道修炼者 他更是三大帝国境内唯一的一个佛道宗门 其实力虽然达不到顶尖大宗的从此 但也不可想去 特别是佛道有些诡异的攻击方式 令人防不胜防 听到这些介绍 男人又开始动起了歪心思 若有可能我倒想挖挖这些人的强奖 只见僵持了许久的前方叶峰开口说话 这一株子灵玄花若无念兄 肯割爱算小弟欠无念兄一个人起 日后但凡有所差遣 只要无念兄一句话小弟必冷 而对面的和尚无念却毫不适度 夜师主着乡的所谓财物乃身外之物 这一株子灵玄花 还是让和尚我带回无相宗超度为好 以免其诱惑世人心事 夜风见状只得大手一挥 既然如此那我俩就只能一战 下一个一条气势磅礴的白龙 赫然出现围绕在夜风身边 后方师弟们更是惊呼 和十一条金龙赫然凭空出现 这正是无相宗的绝学大威天龙 顿时两条龙出现碰撞在一起 发出剧烈的暴涨 在后方观看的沐云峰 这时开口询问男人 宗主一宁之见这两人哪一人会获胜 男人此刻毫不犹豫的开口 非语中的夜风 可此时的战局却并没有如男人所料 只见前方金龙越战越野 甚至直接将那白龙的尾巴咬住 是要将其击杀的刺痛 然那白龙体力却逐渐不知 整个身体摇摇欲坠 好似即将要死亡时 剑状无念继续不断送唱的佛文 随着法力的不断贯入 那金色巨龙身形赫然变大的数 金色巨龙血盆大口咬下的一瞬间 那白色巨龙直接被其吞噬 其余和尚剑状当即大喜 无念师兄不愧是我无相宗顶尖天骄 这一战当真是打出了无相宗的威势 此战过后无念师兄的威名 必将响彻整个耀日帝国 而非语宗这边众人 则是哑口无言无一人敢出声 却不料这时的叶峰突然大叫起 非语千剑 瞬间那吞下白色巨龙的金龙体内 不断发出爆炸声 只是一瞬间那白色巨龙 直接将这金龙撕碎钻了出来 叶峰顿时开口 这次就多谢无念兄个案 下一刻叶峰却突然口吐鲜血 只见那金龙出现在叶峰身后 直接将其击倒在地 非语宗众人顿时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叶师兄竟然被他击倒 这臭格上的实力竟如此之强 不满足想将魔掌伸向神仙们 看着眼前无念战具上风 木云峰朝着男人说道 宗主看来你这次的判断翻车 男人此刻却还是面色如常 伤暗物造战斗可远远没有结束 只见前方无念浑身金龙缠绕开口 今天看来是叶师主输了这一株紫灵玄花 无念便带走 叶峰这时静面色争鸣大叫道 谁说我输了这一战还没有结束呢 见状无念大惊失色 叶峰你堂堂非语宗天骄境暗中恋魔 赫然前方的叶峰浑身散发着 黑气身体上也有铠甲附体 此言一出周围众人也是大惊失色 非语宗弟子更是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我们的天骄吗 一旁的李天心这时也开口朝着无知的神仙门众人解释 魔乃天外恶魔性戏侵略好战所过之处寸草不舍 在上古十七魔曾入侵整个仙兰大陆 想将仙兰大陆的修炼者变成他们的奴隶 仙兰大陆的修炼者为了保全整个仙兰大陆 与入侵的魔人展开了惊天动地的一战 那一战最终是仙兰大陆胜了不过却也是残生 而诸如炼丹师之类的庞道传承 也正是在那一战之后渐渐消失的 不过在这大陆上依旧隐藏着苟延残喘的魔人云念 大陆上的那些强大势力 见这些魔人无法对大陆造成侵害 也没有派出强者去为止 而是将其当成对整个大陆修炼者的历练 如千年前四虐耀日帝国的玄沙大魔亦是如此 只不过他已经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那魔人的传承功 不会被传承功法中携带的暴力气息影响到 林飞武顿是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难怪玄沙大魔在宗内看起来那么正常 此言一处理天心大惊失色 玄沙大魔也是我们神仙宗的 前方战场这时已经再次打起 叶峰更是大言不惭 魔又如何只要能变强纵成恶鬼我都愿意 下一刻他双手幻化成一双硕大的翅膀射向下 瞬间两宗其余弟子全部当场女蜜 看见这一幕无念更是愤怒 叶峰你不光杀我无相踪的人 竟然连自己人都不放过简直丧心病毒 叶峰竟哈哈大笑起来 我练魔的秘密只有死人能知道 这回我倒要看看没了龙头的大威天龙还是大威天龙吗 这一瞬间叶峰直接将无念身旁巨龙的头颅斩下 无念也因此直接口腹鲜血 身旁的巨龙也随之潇洒 接着直接从天空摔落重伤无法动 叶峰这时也缓缓落地靠近 自从修炼这魔宫之后我一直隐忍不从暴露出 你能让我暴露出这魔宫已然足以自傲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了 下一刻叶峰朝着前方无念发动最后一击 传说中的魔人此刻竟悍然朝着神仙门出手 但男人只是稍微出手就召唤出一尊巨佛法香 直接让在场所有人跪地成福 连帝国太子也未能信任 此刻叶峰出手之后神坠古地已然遍地尸体 现场也只剩下无念还在苦苦争扎 邪不胜正纵让我见不到那一天 但用不了多久会有人替天醒到 突然一道声音从远方传来 有本宗在此谁说你见不到那一天 只是一瞬间神仙门宗主竟直接出现在两人的战场之中 叶峰顿时大喝 你是何方神圣竟敢敢我 但男人却直接弹指一挥 瞬间一道金光便将叶峰拐伤 其余神仙门弟子也缓缓出现在他们面前 男人直接朝着无念开口 无相宗的天骄本风可以替你杀这入魔之人 无念也是嘲讽 你要我判处无相宗跟你走凭什么 男人自信开口 就凭本宗能给你成佛之机 无念心底更是不屑 三大帝国境内只有我无相宗拥有福到传承 此人竟然说给我成佛之机他怕不是疯了 男人顿时笑了起来 刚才收下李天心抽到的佛教功法正好让我人牵起 顿时一尊巨大的佛像从男人的身体之中赫然出现 见状无念直接拿头就败 这竟然是佛的法相 此人究竟是何方神圣 而一旁的叶峰也被这法相的气势压得抬不起头 逐渐跪倒在地 曾经的大帝李妃此刻也是无比配 这就是宗主的水平吗 光凭一个法相就让人忍不住摩拜 这竟然还没有完 那佛像竟还在不断地朝着整片神坠谷地扩死 神坠谷地的所有人齐齐朝着佛像所在的方向跪 而那帝国太子此时只是跪下 但上半身还在坚持不败 地旁的手下连忙安抚太子 殿下内尊不知何人施展的法相威压过去 我等唯有低头膜拜 才能避免血气伤用暴体而亡 太子却还是不甘 本太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向区区法相屈膝下跪 以示其是大如其能再向其磕头 一旁的手下顿时心一粉 将一旁的闲杂人等击杀 接着朝着太子继续开口 太子殿下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 无奈之下太子只能朝着佛像磕头 若是让本太子知道是谁施展的法相 必将其千刀忘了 此时的叶峰竟突然从地面挣扎起来大喊 我耗尽心血炼成魔宫 正是为了不向他人屈膝下 顿时他爆发出全身力气高高跃起 佛高一尺魔高一掌 今天我要用魔尊法相向 世人证明邪不胜正不过是笑 接着他便操控法相朝着男人袭去 来了来了 神仙门这次竟收下一位得到高僧 而其宗主更是击杀了传说中的魔人 境地外围的神仙宗长老 更是直接用武力将其余宗门全部镇压 此刻叶峰毫不畏惧地 朝着男人施展出的法相发动攻击 男人见到即将到来的攻击 只是稍微朝着前方一指 那巨大佛像也随机大手一挥 和叶峰碰撞在一起 瞬间两道能量引发了剧烈的暴涨 突然叶峰竟直接穿透了佛像手臂冲了出来 接着大笑道 还以为你有多厉害 结果不堪一击 下一刻浑身散发着庞大的魔器 朝着男人发动最后一击 可他的攻击还没有到达男人面前之时 却突然破锁 顿时那魔人法相和叶峰一起慢慢开始在这空间之中消散 此刻的叶峰才发现 是我错了刚才那一掌好强 随后他便跟随着佛像发出的光芒完全消失 一旁还在地上跪拜的无相更是大惊失色 连练魔的叶峰都接不住这一掌 那我岂不是连一根手指头都接不住 男人顿时回到神仙门众人面前开口 都起来了 此刻众人也是非常无奈 宗主照出的法相威压过剩 我们根本无法起身 男人这时才反应过来 这套如来神掌也太霸道了吧 光是如来法相的威压就让人不得不顶礼魔拜 随即他连忙大手一挥让法相消失 这时神仙宗的众人才终于站了起 男人连忙上前 云飞将他们的风魔令都收集起来 你们各自将他们的积分划入你们的风魔令中 与此同时的远处帝国太子见佛像消散终于站了起 但他起来的第一件事竟直接挥舞起武器朝着手下打去 下一刻本是风韵犹存的女侠竟直接被其变为了雕像 剩下的手下顿时大惊失色连忙求饶 接着更是直接将自己的双眼搓起 随后更是开口解释 奴才之前不小心弄下了双眼 导致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而神坠古地外风魔榜在男人击杀叶峰后再次刷新 神仙门众人的名字直接来到了十名以上 而这些宗门也发现了异常 飞宇宗叶峰的名字怎么不见 飞宇宗长老怒不可遏地朝着神仙宗怒倒 你等竟敢杀我宗弟子 下一刻叶孤城直接站到众人面前 终于轮到我出手 瞬间让周围所有人不敢吭声 与此同时男人来到了吴念的面前 加入神仙宗的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可这时的吴念竟再次出口拒绝 谢谢王宗主厚爱 但我不能判出吴湘宗 男人却再次开口 本宗让你跟本宗走 并非直接让你判出宗门 只是让你改换门停到更好的修行之地 明星见信方德本真带你成佛之后 吴湘宗只会以你为人 此言一出顿时让吴念感觉自己见到了大 下一刻直接掏出所有身家跪下 朝着男人磕头 吴念愿加入神仙宗 当男人将储物袋收下之后 当即传来提示 恭喜宿主成功招收佛门弟子吴念获得奖励 男人连忙使用其中的特殊抽奖机会 下一刻他竟然直接获得了担保大会 看到这一幕男人也不禁感慨运脚 这两次抽到的东西都是刚收下弟子可以用的 神仙门小胖子竟大逆不道地对着宗主大喊夫君 虽然男人顿时冷汗直冒 他还没准备好被强人锁 下一刻男人直接一巴掌扇到小胖子身上 被打飞后的小胖子还哭哭啼啼起来 宗主虽说我有玄灵归仙之体 但你也不能动不动就锤炼我 男人顿时大弄 你刚刚竟敢那样大言不惭的称呼本宗 小胖子刚想回答这个问题 后方再次传来一道声音 夫君 男人更是愤怒当场表示要清理门户 林飞武连忙喊道 宗主刚刚那句夫君不是李师兄喊的 而是他身后的尸体喊出来的 只见那尸体已然站了起来凄惨的喊道 夫君终于等到你来找我 男人瞬间就出现在那具尸体面前将其斩 后方竟再次冒出一具尸体抚摸着男人 夫君我在神坠谷地深处等 吓得男人连忙施展出巨佛法 向将其抗抗 玄沙大魔待过的地方到底都养了些什么玩意 借尸体之口喊本宗夫君真是太变态 随后呼叫出系统询问 刚刚换我夫君的究竟是何方神圣 系统却直接给出答复 探查此人信息需花费一亿宗门值 这让男人大惊失色 一亿宗门值你把我卖了也凑不到这些宗门值的领土 不过探查此人的信息需要一亿宗门值 说明对方肯定是大有抬头 而现在他就在神坠谷地深处 反正有危险也可以召唤帮手 不如进去探探究竟也不枉此行 随后他直接朝着几名弟子开口 如今距离封魔大会还有两天才结束 在这期间而等自行历练 我将只身前往神坠谷地深处 本宗接下来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 那便是霸占封魔榜前五 神仙门众弟子联盟应声答应下来 宗主放心我等必定不负宗主厚望 霸占封魔榜前五养我神仙宗之威 一段时间之后男人已经来到了神坠谷地深处 此时的他却走得无比坚信 没想到随着往神坠谷地的深处走重力就越重 而且玄气消耗也越来越快 突然他抬头看向前方大惊 发生了什么事怎么这么多魔兽 只见前方一大群魔兽直直地朝着男人戏去 男人连忙施展出巨佛法像将这些魔兽斩上 但还是让男人有些疑惑 清除了魔兽群地面依旧在这里 接着他看向远方 怪不得这么多魔兽在跑 原来是你在追他 一只小小的虫子竟让神仙门陷入危机 甚至直到黄龙直接将神仙门宗主击伤 吓得他只能转头逃跑离开子弟 当那巨蛇来到男人面前 支持胸口顿时发出药有的光芒 下一刻直直地朝着男人所在的方向吸取 见状男人也丝毫不惧 直接指挥身体后法相发起攻击 当感觉落下之后 男人立刻发现了异常 这魔兽这么弱 之前的魔兽不是巨派 难道是他身体内潜伏的东西 当巨蛇的身体被男人一掌拍得碎裂之时 一道耀眼的光芒瞬间从身体之中爆发而出 只是一瞬间竟直接将巨佛法相击碎 这一幕让男人也是大惊失色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只见光芒散去之后 一只如蜜蜂一样的物体漂浮在空中 男人连忙朝着系统询问 系统这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系统给出的答复竟是 查询此物品需花费五万宗门纸 此刻性命危急时刻 男人也毫不犹豫直接点击查询 这东西的信息当即出现在男人面前 这东西竟是传说中生存在皇权彼岸的彼岸流影 而天地一个纪元只会诞生一只的珍贵宝日 此妖生来便有玄黄进修为成年之后更是恐怖 看见介绍的男人大手一挥 别以为你一击能打破如来法相我就会怕 我打不过难道还跑不过吗 随后男人直接撒压子就跑 可当跑没两步男人就发现了异常 这里的重力太离谱了 只能用跑的速度根本快不及 还不等男人反应过来 彼岸流影瞬间出现在男人面前 不等他有所反应 彼岸流影瞬间化作一道金光朝着男人喜去 步不及防之下 男人瞬间被这金光击中倒飞出去 更是飞出几十米之后才砸落在地面之上 起身后男人连忙朝着系统询问 怎么才能让这只彼岸流影不再攻击我 系统很简单的给出了答案 以血液喂养之后让彼岸流影瞬主 看到这男人顿时信心满满 我有办法 接着双手合并 既然如来神掌治不了你 那我就升级使用如来神犬 瞬间一座巨大的雕像出现在男人身后 接着那具大拳头直直地朝着彼岸流影戏去 却不料那彼岸流影只是轻轻一闪遍 躲过了这道攻击 更是在一旁露出彼仪的神情 见状男人直接大喝了 小小流影还敢小瞧我 既然如此我就不曾抓了 下一刻巨大的佛像直接将手掌张开 一道血红色的母流影顿时飞了床 见到母流影这彼岸流影直接被美色蒙蔽了双眼 像人类舔狗似的不要脸的凑了上去 看到这男人也露出笑容 正所谓英雄难过美人观天地 一个机缘才诞生 一直说明他肯定没见过异性 突然前方那血色流影瞬间化作一团血 下一刻无数血液直接将彼岸流影包裹 男人顿时高兴起来 还好之前从助预言身上抽取了天魔大的玄机 才可以用血液化为傀儡生物诱惑住彼岸流影 收服个彼岸流影对本宗而言简直是一如反掌 可这彼岸流影来到男人手上竟无比分 下一刻竟爆发出浑身的力量钻入男人的手臂之中 来了来了神仙门 宗主的老婆终于出现了 只是见到宗主的第一秒 那女子便深情款款地呼叫着夫君 这一句话直接将宗主迷得神魂颠倒 而这时宗主却暂时陷入危险之中 那彼岸流影直直地朝着宗主的心脏戏去 来到心脏后的彼岸流影 直接开始大规模的吞噬血液 随着心脏中的血液不断地向外流失 男人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突然男人心脏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系统也在这时传来信息 彼岸流影正在吸食宗主血液 恭喜宗主彼岸流影很喜欢你的血液 彼岸流影认出成功 见状男人顿时大喜 彼岸流影我现在命令你快从我的心脏处飞出来 下一刻彼岸流影直接从男人身体之中窜了 可这时的彼岸流影却与刚才不一样 浑身散发着耀眼的金光 突然那彼岸流影竟指引着男人 朝着神坠谷地深处走去 看见这个东西男人也明白了他的意思 便跟随在彼岸流影身后继续朝着深处走去 一段时间之后男人来到一道断裂的侠谷之中 而男人面前此刻也出现一扇巨大古老的石门 看到这门男人却有些疑惑 你为何要带我来这里看着怪殷僧 但彼岸流影却根本说不出话 见状男人也只能自己一探究竟 可在他摸上石门的一刹那 他的面前瞬间出现无数人拼杀的场合 不过这些人在下一瞬间竟全部消失 只剩下一个女人的身影 而那女人竟深情款款地叫着夫君 这一幕让男人大惊失色 直接从石门上挪开手掌 那个一直喊我夫君的声音 似乎就藏在此处看来 你就是对方派来给我带路的 随后男人开始用力地推着眼前的石门 但这石门却在男人不断用力之下 纹丝不动 这一幕却让那彼岸流营开始嘲笑起 男人竟如此弱形 男人顿时使出全力召唤出佛像金身 使出其中最强如来神掌狠狠地朝着石门砸去 却不料在一声轰的巨响之后 佛像金身竟直接消失不见 男人此时手臂也因为不断拍打 石门轰动起来 一旁的彼岸流营不断地嘲笑着他 这直接激怒了男人 还在这取笑我有本事你来打开 彼岸流营此刻就像是计划得逞式地露出了笑 下一刻直接化作一道金光轰的朝着石门撞去 只是一刹那那石门竟直接被彼岸流营打开 看到如此强力的攻击男人也不禁打开 还好我收服了彼岸流营 要不然被他这么撞几下 玄黄镜巅峰也承受不住 随后男人直接大步朝着里面走去 可怕这里的重力不是外面可以比 这个青铜殿到底是什么地方 彼岸流营这时却直直地飞向一处水晶棺材处停下 当男人靠近后才发现棺材之中竟躺着一位绝色美人 来了来了竟然有人当个神仙门宗主老婆面前围攻 这些人的实力让宗主都感到有些棘手 这等实力怕是整个帝国的高端战力都挤起了 此时进入密室内的宗主正一脸痴迷地欣赏了沉睡中的老婆 突然一名不速之客闯入了密室之中 只见那人还大言不惭道 终于逮到你 而这人正是在男人法相威压下跪拜的太子 看见太子的到来宗主丝毫不慌嘲讽道 太子你的跟班怎么都不见了 太子一脸不屑 凭他们的资质根本进不了此地 但是我们就不同了 下一刻太子身后再次出现两个 这两人正是沧海宗少宗主顾浪之和飞羽宗少宗主一臺 文言宗主当即打开封魔榜 只见这三人赫然位列前三 你们在封魔榜上排名前三 还敢这样大咧咧地出现在本宗面前 随后他当即释放出去佛法相 这不是逼本宗将你们一网打击 好完成神仙宗霸占封魔榜前三的目标吗 文言太子无比愤怒 知道我们的排名还这么大口气 此前还让本太子下跪磕头 下一刻直接指挥后方两人上前进攻 这家伙的佛宗法相非常厉害 必须速战速决 剑状宗主也是丝毫不惧 顿时手中凝聚力量释放出如来神掌 而前方两人直接释放出各自的绝血抵挡攻击 毕条白龙赫然出现死死咬住 巨佛法相伸出的手掌 白下这一击的男人手臂也开始微微颤抖 不愧是飞羽宗的少宗主 比那位同宗的叶峰墙上不少 沧海宗少宗主也施展出攻击直击巨佛法相 巨佛连忙挥舞手臂与其攻击撞在一起 风的一声两道攻击融合竟引发强大的爆炸 而爆炸的中心也燃起熊熊烈火向着巨佛身体蔓延 沧海宗少宗主顿时发出大笑 这招排山倒海灵感来自海底火山一旦奔发无人能挡 宗主却露出微笑 无人能挡未免太自吹自泪 沧海宗少宗主还以为前方之人只是在硬撑 现在你连掌都没了我看你怎么施展如来神掌 不然刚刚巨佛被火焰烧掉的手臂竟从火焰之中慢慢成错 随后那手臂竟凝聚成一条被火焰覆盖着的金色手臂 下一刻一道国芒火焰的如来神掌直直地朝着沧海宗少宗主打去 仅仅是这一击直接将这沧海宗少宗主烧得灰飞烟密 而另外一条被白色巨龙捆住的手臂也高高举起 一道似要毁天灭地的火焰朝着那白龙袭去 完了完了神仙们宗主差点就要被帝国太子击杀 就连宗主引以为豪的巨佛法相都被其奴隶 此刻见到前方两人被宗主击杀太子也是焦急万分 连忙大叫道于太快掩护本太子子 而宗主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一条白色巨龙直直朝着太子戏去 随着巨龙落下一口便将前方之人吞起 见此情形宗主大笑道 想跑今天你就是孙行者也休想逃出本宗的五指山 接着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如来神掌直直朝着太子开去 却不料这攻击落下这火焰巨长竟被一股神秘力量包 宗主见状也暗倒不妙 只见那股神秘力量不断地侵蚀着巨佛法相 帝国太子这时举着自己手中的法器露出一米的笑容 随着法器不断地发动整座巨佛法相立刻就要被其全部吞噬 宗主此刻也无计可施 整个如来法相要被誉化了 这意味着如来法相要成为他的傀儡 这也如宗主所料 当法器将巨佛法相全部吞噬之后 太子直接站在上 接着嘲讽地看着宗主笑道 本太子一诺千金一会打残你后 必让你体会千刀万矛 自问 下时间那具佛法相抬起腿就朝着宗主踩下 剑撞宗主只能连忙施展功法抵倒攻击 随着他一刀砍下巨佛还毫发无损 而他手中的刀却已经碎了 无奈之下他也只能向一旁跳跃准地攻击 可不料却躲到帝国太子带来的手下身边 来不及多想宗主直接抓住他朝着巨佛扔了过去 随着这人砸在巨佛表面 整个身体竟全部碎成粉类 看到这宗主大惊失色 这欲如来的攻击竟如此强悍 还不等他思考欲如来的攻击继续朝着他斜来 足不及防之下 宗主直接被这一道攻击击飞出去 看到宗主倒下帝国太子猖狂的孝极 你好像给了我一个了不得的玩具 而被击倒在地的宗主此刻已是奄奄一息 突然他的体内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只是一瞬间无数力量涌入宗主的身体之中 下一刻他的伤势竟全部愈合 这让宗主也有些惊讶 这彼岸刘盈这么厉害身上的伤瞬间就治愈了 这时他突然灵光一审 彼岸刘盈 对了我现在可是有彼岸刘盈 接着他大手一挥 我知道怎么摧毁这尊玉如来了 剑状帝国太子满脸疑惑 你刚刚莫不是被踢上 还是以为自己的手是弓弩 以为指着我就能射出剑不成 宗主却笑了起来 我的手射不出剑 但可以射出彼剑厉害万倍 下一刻宗主手中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彼岸刘盈瞬间化作一道金色光芒 朝着前方射去 剑状帝国太子大金连忙指挥玉如来阻挡攻击 却不料彼岸刘盈瞬间就将玉如来躯体洞窜 来了来了 神仙门宗主终于亲上了自己的老婆 本来还在昏迷中的老婆只是这一轻便苏醒过来 猝不及防的一幕让宗主也是大惊失色 此时当宗主将玉佛击碎之后 帝国太子立刻口吐鲜血 接着狠狠地从高空砸落在地面之上 随着他手中的法宝也从中掉落 剑状宗主慢慢走上前将法宝拿在手中 这就是天心说的印章 你靠着他作威作福这么久 突然宗主拿起法宝朝着帝国太子一 没想到有一天他会硬到你身上吧 帝国太子顿时发出凄惨的叫声 你敢杀本太子 我父皇要日大帝一定不会放我 文言宗主竟真的缓缓将法宝从太子身上拿开 剑状太子大笑起来 你现在才知道害怕 宗主却笑了出来 我如果害怕要日大帝的话 之前就不会杀麒麟侯 帝国太子顿时大惊失色 你竟然杀了麒麟侯 那你为何还要放过我 宗主却淡淡地看着他 谁说我放过你了 你还没发现自己身上少了点什么吗 只见此刻帝国太子的身躯 已然被遇缓缓包裹 你不是很享受将人变成椅子的变态快的吗 等你彻底解除愈化状态 你将享受到粉身碎骨的同等变态快 下一刻帝国太子下半身 被愈化的身躯轰碎裂 让太子无比绝望只能发出凄惨的呐喊 求求你别走了 从太子身边离开的宗主 这时再次来到了水晶棺材面前 当他将棺材打开之后 里面赫然躺着一位倾国倾城的美人 看着眼前之人宗主也有些疑惑 也不知道你现在是否还活着 接着他将手指放在女子的鼻前试探了一下 随后便发出叹息 爱这么美的美人可惜已经死了 后方彼岸刘盈突然两手一探叹了一口气 下一刻直接化作一道金光撞上宗主的后脑勺 接着趴击一身宗主直勾勾地亲上了棺材中的女子 见状宗主刚想问候彼岸刘盈全家之时 那尸体就复活了起来死死抱住宗主亲的爱不是什么 一段时间之后这尸体竟睁开了眼睛 这时的宗主才反应过来连忙拉开距离 而那死而复生的尸体却笑了出来 你终于来了夫君 神仙门宗主终于和他素未谋面的老婆融合在一起 但此刻的他却不知道外界的神仙门众人已然陷入灭顶危机 帝国所有的强者齐聚一堂势必要将神仙门脚溺 此刻的宗主却看着眼前老婆疑惑道 已知道夫君是什么意思 那女子却肯定地回答道 知道夫君就是夫君一辈子只能有 见状宗主也无可奈何只能呼叫系统 告诉我关于他的信息 但却不料系统竟谈出需要花费一亿宗门纸 这时宗主也明白了过来 宗门纸一致看来之前借尸体之口 喊我夫君的人就是他了 随后他直接上前开口 可我连你的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 女子含情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宗主回答道 我叫夜母亲夫君叫什么呢 接着两人便陷入长久的信息交谈之中 宗主对眼前的老婆也流露出一股莫名的情绪 我明明没见过他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最关键的是他身上毫无玄气波动就好似凡人一般 但能出现在这神坠谷地深处能躺在这青铜殿水晶棺中能是凡人吗 算了我有系统这个外挂就算天塌下来也能全身而退 既然他已经苏醒过来 那我就慢慢等真相浮出水面了 只是宗主思考的一段时间 女子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伸出双手对着宗主开口 夫君你拉我出去啊 以后夫君到哪我就到哪 宗主伸出手用力一拉女子便直接从棺材之中飞了出来扑向他 我们以后就是夫唱夫随 与此同时的神坠谷地之外 神仙门众人纷纷出现 见状夜姑城连忙上前询问 宗主呢 林飞武一马当先回答道 宗主去神坠谷地深处了说比赛结束前会赶回来 一旁的吴念此刻朝着宗门一拜 长老我已决定加入神仙宗 此言一出让吴象宗大惊失色 随后又恢复瓶颈 既然如此心若有佛何处皆佛 既如此你便去吧 突然风魔榜再次更新排名 这一更新让周围所有人无比惊讶 这神仙宗究竟是什么来头 风魔榜前时竟被他给承包了四系 现在还不止四位了 吴象宗的吴念以及天心宗的李天心 现在可都加入了神仙宗 真没想到天心宗第一美人 竟然背叛了天心宗 这神仙宗手段这么强 突然一道声音朝着李天心大喝道 孽图给本座管 李天心此刻却丝毫不惧 我已加入神仙宗此后 与天心宗再无瓜葛 天心门长老顿时大怒 胆敢背叛天心宗已在找死 西门吹雪瞬间出现在李天心身后 这里的蚊子侦掌 见到西门吹雪的出现 天心门长老也只能强行压下怒 此刻上方高座的大将军 也注意到神仙门 其中这林飞舞有点熟悉 后方小兵连忙禀报 将军神仙宗林飞舞便是要封城林家唯一的余孽 这让将军有些疑惑 林家之士哪怕顶尖大宗都未如蛇血 这神仙宗如此不知死活连林家余孽都敢受 听闻长陵侯之子在追逐林家余孽的过程中 被杀长陵侯未子复仇至今未归 如今这林家余孽却出现在风魔大会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不过这时候不是关心这件事的时候 如今太子还未归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几道身影从天而降风的杂落在大会现场 只见四方殿宗主以及飞玉宗宗主沧海宗宗主几人赫然出现 神仙门杀我几宗天骄今日必亡 还请陈将军行个方便 见状上方将军刚想试探神仙宗就有人送上门来 当然乐意 本人从不干预他人的私人恩怨 这一幕让周围众人都幸灾乐祸起 神仙宗摊上大事了 今日之后这神仙宗怕是要除名了 来了来了 神仙门终于与帝国各大宗门开战 然而神仙门长老只是稍微出手 就让各大宗门陷入恐慌 甚至于痛哭流涕跪地求饶 就在这时各大宗门长老已然齐聚 气势汹汹朝着神仙门洗去 只见西门吹雪单手一挥 地面赫然被剑气划出一道蓝线 瞬间就让那些宗门止住了前进的过分 西门吹雪当即单手指向前方 过线折死 其余宗门剑状纷纷嘲笑起来 他说什么过线折死 井底之蛙可笑不自量力 面对我们三大宗竟还敢如此狂妄 真是不知死 全岔大魔却笑了起来 只要他们踏过线三位长老会教他们死字怎么写 果不其然三大宗门的人丝毫不惧 轻易便踏过白线 西门吹雪也不废话朝着后方长老开口 你们选哪个 叶孤城直接剑指其中一名老者 那就他们吧 这一句话瞬间将三大宗门激怒 这特么是在选对手还是在选相好 但其中一人却面露惊恐 不他们的模样更像是在挑战 朱玉言这时也奄然一笑 小女子跟四方殿有缘就选他们吧 西门吹雪也不废话 那剩下你们不要的就我来处理 前方长老顿时怒不可遏 我倒要看看你要怎么处理我 只见西门吹雪手中出现无数蚊子散发出强大的气息 接着他手掌紧握将其中蕴含的气息完全包裹 后方一人顿时大叫起来 大家待会一定要小心那些蚊子 前方长老顿时嘲讽起来 曾长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出息 区区几只蚊子都能让你吓破的 后方长老连忙大叫 可他之前用一只蚊子便杀死了陈长老 前方胖长老顿时惊恐起来连忙防御 用一只蚊子就能杀死玄黄境中期的陈长老 但此刻为时已晚西门吹雪手中的蚊子朝着前方几人击舍而去 那些蚊子这时已经化作一道道流光朝着几人不断吸取 可就算是他们拼尽全力防御 也只是抵挡住着攻击片刻身体瞬间被冻穿 其中实力最强的长老顿时大笑起来 将剑气注入蚊子里 再化为犹如实质的剑气 确实堪称奇妙 不过即便如此也无法伤我分口 突然他手中抓住的那只蚊子爆发出药眼的白光 接着那白光画作无数道剑气 瞬间将他身体扎成刺蚊 仅仅是一瞬间此宗门赫然只剩下前方领头之人还站着 天心中长老看到这一幕瞬间瘫软在地 还好刚才他没对我动手 完了完了神仙门小胖子竟直接被其他宗门长老击伤 甚至其他弟子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攻击 这让耀日帝国的长老们顿时猖狂了起 这时耀日帝国的将军看着眼前实力强悍的西门吹雪也不禁暗门 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他的实力 此时西门吹雪也不废话跨步踏向前方 吵人的蚊子没了你可以好好看到我怎么处理 前方掌门却突然露出诡异的笑容笑起 突然后方尸体身上不断冒出白色的气息被他吸食 那掌门手上鱼杆猛的从后方甩了起来 今天我田桑必让神仙宗一命长一命 周围宗门顿时大笑起来 田宗主今天终于要把鸭箱子的绝技都使出来 看来这次恐怕轮不到我们出手 只见天空之中赫然出现一条鲸鱼 随后那鲸鱼缓缓落入掌门手中 看着这小鲸鱼周围不明所以的吃瓜群众也有些疑惑 就这小东西吗 那掌门却丝毫不惧将鲸鱼扔向前方怒吼出声 浪涛久世 小胖子看到这一幕顿时笑了出来 传说中昆之大不知几千里 你这条小鱼也配之称昆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接着朝着后方开头 牧师弟让你师父出剑 载一条小鱼简直是七尺大 牧云峰自信朝着前方走去 师父这鱼请交给弟子处置 下一刻牧云峰拔出长剑就朝着前方刺去 那剑光刚刚触碰到鲸鱼 直接就让其四分五裂 这让牧云峰也有些疑惑 这鱼一击击贵未免也太弱了 可下一刻四散开来的鲸鱼再次凝聚变得更为硕大 剑撞无念连忙来到牧云峰身后 师兄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随着无念一张击出那鲸鱼再次散开 但随后鲸鱼再次凝聚出更为硕大的身躯 这让后方神仙门中弟子也是大惊失色 这鱼怎么越打越大 李天心连忙开口解释 他似乎是靠吸收敌人进攻时所携带的能量借此变大 正所谓物极必反 这鱼吸收的能量达到极限后一定会自爆而散 小胖子连忙出生 那还等什么大家跟我一起冲 神仙门中弟子纷纷拔出武器上前攻击 无数攻击不断落在鲸鱼身上 那掌门剑撞露出更为诡异的效果 只见下一刻被击碎的鲸鱼身躯膨胀了宿北 掌门瞬间再次甩动手中鱼肝 巨鲸瞬间爆发出可怕的气势将小胖子击飞出去 悬插大魔剑撞连忙出手帮小胖子挡下攻击 可随着攻击落下巨鲸的身躯再次膨胀起 一旁神仙门长老也有些担忧 沧海宗宗主释放出的语有些诡异需要五出手 西门吹雪却丝毫不惧 当即拔出手中长剑对付他出一剑足矣 来了来了神仙门长老一人便灭掉了一封 让帝国所有势力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甚至有人跪下祈求帝国出手镇压神仙门 只见此刻西门吹雪缓缓拔出手中长剑 最后一道气势磅礴的剑气瞬间从剑身爆发而出朝着巨鲸戏去 但下一刻这剑气竟直接被这巨鲸吞噬 体型还在逐渐膨胀壮大 只见这时前方宗主露出轻蔑的笑容 真是个白痴 而那巨鲸吸收完剑气之后竟膨胀到比神坠谷地还大 下方秦韵阁副阁主当场开口 此剑一出胜负已定 后方女子也是大惊 西门长老此剑威力巨大 但同时也将那条昆卫影的越大那样就越难打 前方副阁主却否定了她的话 我说的胜负已定 胜的一方只是神仙宗的西门长老 你难道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吗 那宗主见巨鲸如此庞大当场哈哈大笑起 没想到你的修为高绝人却如此愚蠢 居然主动出剑把鲸未成庞然大物 西门吹雪见状却冷笑了起来 我不但要让你的鲸吃个够 还会连着神坠谷地一起喂 下一刻那巨鲸竟被神坠谷地巨大的力量强行拉入 这让眼前这宗主大惊失色 怎么会这样 秦韵阁女长老也是大惊失色 竹琴长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副阁主这时才解释到 神坠谷地的重力比周围的重力大当坤的身体大道 足以覆盖住神坠之地时 重力会吸引他坠落至神坠谷地之中在南抽身 眼见大势已去那宗主当场大喝道 你说对付我只出一件此话可当真 西门吹雪顿时回答道 当真那宗主当即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那你可不能出第二件 后方神仙们弟子也有些疑惑 西门长老也真是的跟这种人还讲什么信用 沐云峰却对西门吹雪无比信任 师父跟这种人讲信用那只证明一件事 师父有办法在讲信用的前提下除掉这种人 只见此刻西门吹雪缓缓收起手中长剑 当剑身完全收起之时 顿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剑气朝着前方袭去 那剑气瞬间将前方之人的身体动穿 瞬间那宗主身体被剑光一分为二 只得留下一言 原来收剑已能杀人 下一刻他的身躯爆开分为两半在无声息 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寂静无声 此人出一剑解决了坤收一剑又解决了田宗主 我们真的有实力打败他 或是他身旁的长老 另外一边的四方殿宗主也是无比害怕 都怪这臭小子有眼无珠惹上不该忍 这次若大难不死回去必须拆了他的骨头 接着立马转头朝着前方开口 陈将军封魔大会马上就要结束 此时是不是不适合在擂台上进行比试 后方观众顿时议论纷纷 刚刚也不知道是谁说让神仙宗今日必亡 结果就成 人家是顶尖大宗好不容易设下身段 斗斗大伙怎么能当真呢 没错大伙把他们说的话当作是放屁就得了 来了来了 那神仙门与帝国各大宗门的战斗拉开为命 面对敌方宗门的挑衅叶孤城当即拔出长剑 避招天外飞仙下的帝国所有宗门不敢上去 此刻四方殿长老被周围声音嘲讽的必无可异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神仙宗其他的长老 并无那位西门长老的实力 西门吹雪此刻看向后方两位长老 需要我出手了 祝预言当场一声轻笑走向四方殿 我刚玩玩人家的长老 现在不找人家的宗主玩玩那可就太适 叶孤城也当场拔出长剑 我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对手哪能拱手相让 飞与宗宗主顿时大惊 我不能不填丧的后尘 必须先用宗内的强者消耗他方有圣祖 下一刻当即集合所有宗门力量大喊 飞与云龙第十二层人中之龙 瞬间一道磅礴的能量朝着后方宗门长老托去 那些被能量包裹住的长老门力量不断攀升 下时间后方所有长老齐齐变身化作一条条白龙 接着气势汹汹地朝着前方叶孤城袭去 面对此等攻击叶孤城不慌不忙拔出手中长剑 直直朝着前方数条白龙抬去 吓得对方白龙当场炸毛 却不料攻击过后的他竟完好无所 顿时让周围白龙大笑起 还以为你的剑有多厉害 结果重剑后毫发无伤 叶孤城却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瞬间那白龙直直从天空之中坠落一团血雾 从他身体之中爆发而出 后方飞玉宗长老顿时大叫出声 大家千万不要重剑 否则身体会一直往下坠 但还不等他出声 叶孤城已经连续落下几剑 斩向其余几条白龙 重剑的白龙齐刷刷身体之上 爆发血雾坠落地面 随后叶孤城当即挥出长剑指向前方 只剩下你了 风雨宗长老呵呵一笑 有他们消耗你本宗可不一定会输 下一刻身体四周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一团团黑雾出现在身体四周 瞬间他的身体爆开一条黑龙从中钻了出来 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 飞龙直直地朝着叶孤城袭去 一口狠狠地将叶孤城吞入口中 后方凌飞五顿时大叫师父 接着快步走到西门吹雪身后 西门长老求求你救救我师父 西门吹雪淡淡开口 我不会救他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 只见前方叶孤城手中长剑挥出 将黑龙血盆大口撑开 长剑之上缓缓爆发出光芒 散发出无比强悍的气势 叶孤城缓缓开口 天外飞仙飞龙在天 一道强大的剑气瞬间爆发 将黑龙一剑斩向天空 最后一刻黑龙陷入了无尽的悔恨之中 早知神仙宗随便一名长老都如此可怕 别说他们只是杀了飞宇宗一个天骄 哪怕他们把飞宇宗的天骄都杀光 我也该装作没这回事 只可惜我醒悟的太晚了 随后他的意识陷入死一片的寂静 来了来了 唯一的女长老开始大显升危 双腿紧紧一加便加爆个大宗门长老狗头 身体稍微一晃直接让在场所有人成组 此刻秦韵阁两位长老继续讨论着 神仙宗这位叶长老跟那位西门长老一样可怕 他们四方殿惹上神仙宗当真是自寻死路 这时的四方殿少主也无比害怕 爹还好你的对手不是神仙宗的这位长老 不料他爹一巴掌直接扇了过去 少殿主顿时大哭起来 爹我的脸好不容易消肿你又把他给打住 不料四方殿殿主大怒 你的脸重要吗 四方殿要被你害走 以往只有我们让得罪四方殿的势力打压至全宗族灭绝 想不到现在被这来路不明的神仙宗逼得如此劲 而且你怎么知道那个女人会不会比这位长老更强 今日四方殿若是被灭老子先杀你 记起 下一刻四方殿店主毫不犹豫顿时挥舞起拳头朝着前方砸去 剑状朱玉岩丝毫不惧身形稍微一晃便躲开攻击 不要这时店主顿时发动绝学四方拳 瞬间四面八方涌出无数拳头朝着朱玉岩砸去 腹部急防之下朱玉岩直接被砸得口吐鲜血 接着他连忙拉开距离用丝带将涌来的手臂缠住 此刻朱玉岩身体四周已是伤痕累累 难怪叫四方拳 剑状四方殿店主毫不犹豫继续发动四方拳袭曲 随着攻击落下顿时发出剧烈的爆炸 可随着爆炸光芒散去四方殿店主竟露出惊恐的神情 只见这时他的前方静止留下朱玉岩的下半身 不等他有所反应双腿直接将他的三个狗头牢牢夹住 接着上半身出现丝带将其手臂缠住 能让我施展出天魔大法中的天魔解体 你也算是虽死有容了 下一刻无数丝带再次出现将剩余几个身体的手臂缠住 见状四方殿店主连忙大喊 四方殿的人杀了那个妖女 朱玉岩丝毫不慌双手一拍 人家一心一意跟你玩你非要中乐乐 顿时无数丝带再次出现将四方殿剩余人的手臂全部捆住 而四方殿的人此刻已然被朱玉岩没了 丝毫没有注意到飘来的丝带是取他们幸运 随着四代将他们手臂牢牢捆住 他们还沉浸在欢乐之中 四方殿少殿主见四代越来越紧 顿时反应过来大呼 爹我不想跟鬼神长老那样断掉右臂 快就还不等他话说完注意言以用力 四方殿所有人手臂瞬间从身体上分离 见状注意言顿时笑了起来 四方殿如今都只剩下毒臂以后 干脆改名叫毒臂电算 神仙们直接将帝国各大宗门团灭 此刻帝国将军也坐立不安 当即派出军队将神仙们众人团团包围 这时所有被斩断手臂的四方殿众人不断哀嚎起 四方殿殿主忍痛大喊道 四方殿的宗旨便是以牙还牙以手还手 哪怕我无法杀你也要断你一条右股 下时间殿主爆发出最后的力气朝着助预言洗去 助预言丝毫不慌开口道 既然你这么稀罕你们的臭手 那我就把他们还给你 下一刻助预言手中丝带将所有手臂缠绕在一起 无数手臂瞬间在天空上飞扬起来 见状四方殿殿主大惊失色 怎么会有如此诡异的招数 助预言轻轻一笑 这是天魔大法中的天魔合体 瞬间无数飞翔的手臂不断与四方殿殿主融合在一起 直接让其浑身生长出无数手臂 而这手臂还不受他的控制不断将四方殿弟子吸过去 落入手中的弟子无一例外全部被他活活掐死 将这些弟子杀完之后 手臂还在不受控制的朝着前方扑去 这一幕让他儿子顿时发出惨叫 爹别过来 我帮不了你 可是殿主的身体根本不受他的控制 一步一步的朝着前方靠近 接着大叫道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下一刻所有手臂顿时用力直接将他的脖子弄了 见状诸预言笑了起来 我还以为你说拿儿子激奇是玩笑话 想不到还真下手 此刻四方殿殿主悲愈欲绝 没想到我四方殿身为要日帝国的顶尖大宗 最后竟因一人灭宗而亡 不然他直接耗尽最后的力气 用手指将自己头颅戳穿 这一幕让周围所有人寂静无声 这神仙宗也太可怕了 一人灭掉一个顶尖大宗 平时作为作福的四方殿就这样被灭 不过此女的功法如此诡异 莫不是魔族之人 可就算她是魔族之人 又如何我们上去 不也是一个死 接着众人直接朝着前方开口 大将军此女定是魔族之人 请大将军灭魔 小胖子见状直接嘲讽起来 这个大将军顶多就玄黄进巅峰 而我们神仙宗的长老 个个都是玄黄进巅峰 就这还想灭什么魔 叶孤城当即开口 他表面的修为却是如此 但实际修为连我都看不透 在宗主回来之前 我们最好不要跟他起冲 这让小胖子大惊失色 此人竟然如此厉害 这时上方大将军也缓缓开口 此女只是功法诡异 并非魔族之人 见状神仙宗众人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下一刻一道风魔榜 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 这一幕让大将军脸色一点 顿时大喊起来 烈焰君将神仙宗包围起来 玄叉大魔这时疑惑不解 你刚刚不是才说 我们祝长老不是魔族之人吗 大将军指着风魔榜 刚刚太子的名字 突然从风魔榜上消失 说明太子已经被杀 有这个能力杀死太子的命 只有同样至今未归的 神仙宗宗主王丰 来了来了 神仙门与帝国的大战刚机展 神仙门各弟子刚开战 就被帝国军队打了个错不及时 就连宗门长老各个 都被将军牢牢碰住 无法动了 此刻神仙门众弟子 已然被帝国烈焰军团团围主 无念虽是刚刚加入神仙宗 也丝毫不惧朝着前方烈焰军攻击 而林飞武更是拿出长剑 在这些军队之中大杀四方 爆发出全部实力的玄叉大魔 更是无比勇猛一棍下去 击倒一大片 一旁秦韵阁长老见状也是惊叹 这烈焰军未免太弱了 简直是不堪一击 副阁主却不以为意 你可知道烈焰军为何叫不死军团吗 只见这时刚刚被击杀的士兵身体 逐渐恢复起来 随后轰的爆发出强大的气势 整个人也再次战起 秦韵阁长老这时也反应了过来 难道烈焰军之所以称之为不死军团 是因为他们可以将伤害转化为 造成伤害的兵器 只见被攻击过的士兵实力 已然翻倍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这样一来他们不但可以毫发无伤 还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便获得敌人的攻击手段 这时的神仙门弟子 已然陷入了困境 他们的力量越来越多 小胖子这时也发出了胆态 我有一个不祥的感觉 不然前方士兵拔出长剑 直直地朝着他刺了过去 小胖子见状连忙使用双手空手 接白刃随后大笑起 李爷爷怎会轻易 还不等他话说完 小胖子就传出一声惨叫 此后他连忙转头 看向后方接着暴怒吼了出来 无耻之徒竟然偷袭你们李爷爷爷的后门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无念 也被无数士兵攻击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就连那实力无比强悍的玄叉大魔也受到了不小的伤 仅仅是这几分钟的时间 神仙门中弟子个个都陷入了困境 秦韵阁副阁主见状发出了叹息 这次神仙宗恐怕是凶多吉少 一旁长老突然出声 不过神仙宗还有三位玄黄境巅峰的长老还没出手 他们以三敌一可谓是胜券在握 只见此刻看台上方 神仙门中长老各自站位将帝国将军团团围住 秦韵阁副阁主却笑了两声摇了摇头 表面上看是他们包围了陈列大将军站了上方 实则上他们是被陈列将军给控住 原来在几人站的地方一道无形的锁链出现在空气之中 将几人牢牢锁 几位长老此刻也是拼尽全力抵抗着这无形的锁链 他们也深知与这人对上若是稍有差池便万劫不服 所以神仙宗的弟子此刻唯有自救 这时神仙门中弟子大喊起来 大家一定要拼死撑住直到我们宗主回来 随后几名弟子爆发出强大的实力继续与烈焰军缠斗在一起 来了来了 神仙门与帝国将军的战斗陷入了胶主 三大长老齐齐出手竟被骑打得节节拜托 而弟子们更是被烈焰军逼得走投无路 几名弟子此刻被烈焰军爆发出的火焰团团包围 剑撞叶孤城缓缓抽出手中长剑 随后一招天外飞仙瞬间划过将其向弟子们的烈焰军挡住 接着转头朝着弟子们吩咐道 你们先撑着我们马上就来 一旁的陈烈这时也缓缓出声 有意思竟然动手了那我也 突然陈烈眼中瞬间爆发出一道炽热的火焰发动能力动作光 仅仅是一瞬间那火焰顿时出现将叶孤城包围 下一刻那陈烈竟直接使出了叶孤城的天外飞仙 瞬间陈烈所在的地面不断向下沉去 而这一招下去之后 本在天空之上飞翔的烈焰军突然下去 顿时这些烈焰军化作一道道火球朝着神仙门弟子的吸取 林飞武更是因为身受重伤根本无力再次躲避攻击 这时一旁的小胖子竟爆发出新学道的技能一花接木 直接将即将受到攻击的林飞武转移 而小胖子也因为一花接木硬生生扛下了这道火球攻击 劫后余生的林飞武顿时大惊失色 师兄你怎么样 小胖子此时虽然还在口吐鲜血 但还是坚持回答道 我有玄灵归先之体 挨这点小打算是 不过此时他还是在庆幸 还好跟师傅学了这招能够对掉位置的一花接木 不然就不了非武师妹 与此同时远方战场叶孤城挥武长剑朝着陈列坦去 你为何会我的独门绝技 陈列这时轻蔑一笑 全天下的独门绝技 但凡我施展动若关火桥上一遍 便不再是独门绝技 文言几名长老顿时大惊 竟有如此神奇的绝技 只要看一眼便能复制别人的独门绝技 西门吹雪当即挥武其手中长剑朝着陈列刺去 看来此战要速战速决 察觉到异常的陈列当即看向后方 见危险逼近他再次朝着小胖子使出动作光 西门吹雪顿时暗道不妙 他要施展摇跃焦李庆的一花接木 瞬间西门吹雪面前的陈列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却是叶不成 陈列这时再次出现在西门吹雪身后笑起 这回轮到使用你的独门绝技 接着毫不犹豫一剑朝着西门吹雪斩去 情况危急之下 朱玉言毫不犹豫出手将陈列控住 随后朝着西门吹雪大喊快出剑 西门吹雪毫不犹豫拔出长剑朝着陈列再次斩去 而陈列却不慌不忙再次使出一花接木 瞬间出现在朱玉言身后 用他的身体抵挡即将到来的攻击 顿时变为西门吹雪的长剑直直地朝着朱玉言斩去